第2221章 鸡豆 这小子不是寻常人 虽然表面实力只有神功晋六重天层次 但却是极为的难缠 哀并未将金须白的尖锐叫声听进去 那念老看了一眼不远处现出身来的凌晨 心头也是一叹 略为有些后悔 毕竟万一金须白出了什么意外 那他回去可不好交代 饺子 得罪了金须白公子 就是得罪了金家 饺子 难道你想和金家为敌不成 叶老的面色有些阴沉 盯着凌晨 沉声道 你问问你家金公子 究竟是谁一直在招惹 凌晨一笑 淡淡地道 叶老一致 有些无话可说 事实也的确如此 是金须白先找的麻烦 凌晨他们 的确没有事先招惹 不过虽说无话可说 但身份使然 他也只能摇了摇头 旋即脚步猛然踏出 从他的手掌之间 漠然爆发出一层璀璨的金色光芒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将其两只手给金属画一般 画为了两柄金光闪闪的刀锋 这老家伙 要动真格的了 不远处 蓝云的脸色凝重了起来 这念老这架势 显然是已经将金家的绝学给用了出来 对方只怕是没打算放过凌晨了 不过他身为队长 岂能袖手旁观 就在他正要上前 打算要帮助凌晨的时候 后者 却是漠然抬起了手掌 示意他不要上前来 这家伙 居然让他不要插手 太自信了吧 对手可是一名货真价实的虚神镜高手啊 刷 就在这时候 那念老的身形漠然一闪 便陡然消失在了原地 悬结那一双泛动着金属光芒的手刀 向着凌晨隔空悍然斩来 坑枪 凌晨只是一拍腰间 飘雪剑自动出窍 与那两道璀璨金色刀锋硬碰在一起 当 惊天般的金铁之声 在山剑半空响起 旋即一道可怕的环形进风 以两人为中心点 如同风暴一般 滑滑的席卷而出 将周围的众人 震得狼狈后退 弄擦 静气风暴之中 突然响起一道细微之声 而那念老的脸色 也是在此刻猛然大变 眼瞳皱缩地望着金色刀锋之上 那悄然裂开的一道细小裂纹 怎么可能 烈老愣了愣 眼中浮现出一抹难以置信的神色 这小子 居然非但正面挡住了他的攻势 还出手如此迅猛 对方的剑 竟是锋利到了如此程度 连他的一双手刀 竟都是在交锋中落了下诚 这小子 果然隐藏得很深 烈老 你再搞什么鬼 还不给我宰了他 在这念老迟一间 不远处的金须白 再度凝声喝道 此时此刻 他对于硝烟的恨意 几乎已可滔天 听得这话 那念老也是忍不住眼神一沉 即便是对于凌晨十分忌惮 但还是硬着头皮冲了上去 手上的一对灵力刀锋 将虚空化出道道波纹 再度悍然向着凌晨斩去 这一次 念老直接是全力以赴 没有任何退路地杀向凌晨 见状 凌晨不由得摇了摇头 手掌只是微微移动 挑雪剑便是斜急了出去 将念老的灵力攻势给阻挡而住 没用的老东西 见得念老的攻势没能奈何得了凌晨 净虚白的脸色 也是漠然一沉 他的眼中陡然闪过一抹寒意 随后他的身体 便是个空一闪 然后忽然绕到了凌晨身后的方位 冷不丁地发出了一道暗气 向着凌晨的后心猛然袭去 在发出暗气的下一霎 净虚白的脸上 便陡然浮现出了一抹阴狠的笑容出来 他这一下偷袭 神不知鬼不觉 凌晨正在和念老憨战 肯定发觉不了 然而 就在这一道暗气就要命中凌晨身体的时候 突然间 凌晨的身体默然一致 而后飘雪剑平放在了身后 恰好挡在了后心的位置 当 暗气射在了剑身上面 顿时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 火星绽放开来 而那一枚暗气 则也是掉落了下来 赫然是一枚黑色的透骨钉 上面还脆有剧毒 只可惜 并未能够伤到凌晨分毫 该死 居然眉中 金须白脸上的笑容骤然消失 取而代之的 是一抹极度阴晨的表情 不过 显然他并没有就这么放弃 只是眨眼间 他又翻手取出了一枚透骨钉出来 依旧还在寻找着机会 想要继续偷袭凌晨的身后 在这刹那 凌晨的嘴角 漠然掀起了一抹冰冷的弧度 却根本没多看金须白一眼 他身上的气息猛然飙升 手中的飘雪剑 剑芒也是飙升起来 紧接着就是蕴含着强力劲道的一剑 斩向了聂老的咽喉 聂老连忙招架 虽说将凌晨的剑芒给封挡而住 但是他的身体 却是被剑芒中所蕴含的凶猛净道 给震飞了出去 将聂老震飞 凌晨的身体 便骚然消失在了原地 就仿佛是突然蒸发了一般 不见踪影 在凌晨身形消失的刹那 那金须白也是面色一变 而就在他身形刚动 脚步刚刚踏出两步距离时 其面前的空间便是突然一阵扭曲 旋即一道身影 缓缓地在其面前出现 那张年轻脸庞上 此刻却是不满着令得他浑身发寒的凛然杀意 还真以为有人护着你 便杀不了你了 听得凌晨那充斥着杀意的森然话语 静绪白的脸色也是瞬间巨变 没有丝毫的迟疑 体内蒸汽在这一刻铺天盖地的爆发而出 旋即竞数凝聚在其右掌之上 浓郁的金黄色真气凝聚在这 金虚白的右手之上凝聚 令得其整条手臂都是犹如一只 纯金锁住的手掌般 旋即他捏掌为拳 宛如佛陀般的一拳悍然打出 声势十分害人 经佛怒厌拳 金虚白的面色也是在此刻涌上一股猙獰 随着其拳头打出 一种如同山崩地裂般的狂暴力量 也是骚然席卷而出 不管怎样 金虚白好歹也是金氏家族的嫡系子弟 实力不比蓝云弱 他的修为 达到了半步虚神境的层次 在这拼命反扑之下所动的攻击 威力也是极为不弱 面对着金虚白这等凶狠反扑 凌晨脸庞上的冰冷之意 却是变得更浓 当即便是探出手掌 在那众多目光注视下 应接了这金虚白的狂暴全境 砰 拳掌接触的瞬间 一股净风在这一煞席卷开来 肉眼可见的涟漪迪荡开来 令得地面上的一些枯叶 瞬间扑得一声化为灰烬 而周遭的一些巨石 也是爆裂出一道道裂缝 然后突然砰的一声 爆裂成无数碎石 第2222章暴虐 拳掌碰撞 金虚白的脸旁迅变得苍白起来 而反观凌晨 脸色却依旧布满了冰冷之意 并未因为前者此次凶狠反扑而有丝毫的变化 滚 金虚白的全是飞速地被减弱 片刻之后 终于是达到崩溃边缘 而凌晨那平淡的眸钟 也是在此刻略过一抹寒意 一道冷喝 如同春雷般 在其舌尖乍响开来 客声吸带着声浪扩散而出 连带着涌出的 还有着纳令的金虚白脸色恐惧的磅驳静力 扑熬 全风楚 可怕的静力如潮水般的暴涌而进 而金虚白体内的蒸汽防御 在这股静力之下 几乎是立马变土崩瓦解 一口咽红鲜血 扑斥一声 便是从其口中喷射而出 鲜血喷射间 金虚白的整条右臂 都是在一瞬间爆成了粉碎 身体猛地倒飞了出去 全身的骨骼都是在此时被打碎 砰 将身后的一块巨石给震成了粉碎 金虚白的身体瘫倒在巨石粉尘之中 身体不断地抽搐着 显然 先前那一击 绝对已将其重伤 山剑之外 一道道目光望着那瘫倒在碎石扎之中 看上去极为狼狈的金虚白 皆是暗自咽了口唾沫 转向凌晨时的目光 已经是多了几分金句之意 后者那狠辣的出手 对于他们来说 可是相当地具备振折力 这小子 竟如此凶悍 不远处 那苏彻崔子林和唾拔道等人 皆是脸色一变 金虚白身为金家的嫡系子弟 对方的实力 和他们相差不大 但是眼下 却被凌晨镇压得如此之惨 翻手之间 就重伤成了这样 这个来路不明的小子 怎会如此变态 啊 你这个混账 竟敢把我伤成这幅模样 你给我等着 这笔账 我定要你生不如死 全家死绝 金虚白虽然没死 但是被凌晨一拳打成重伤 那般剧烈的疼痛 却是差点让他直接晕了过去 当即口中发出极为恶毒的咒骂 凌晨瞥了一眼那正瘫在地上 眼神愿毒地盯着自己的金虚白 当下也是一声冷笑 身形一动 直接是再度对着后者掠去 看着模样 似乎是想给已经重伤贪软的金虚白 来上真正的最后一下 凌晨的身形刚动 便是被不少人察觉到了他的目的 当下不少人皆是有些变色 他们未曾料到 凌晨居然真的敢在此处对这金虚白下杀手 此子竟如此胆大 凌晨 不要冲动 此时 就连蓝云都连忙对着凌晨历声喝道 想要阻止后者 可惜无济于事 数子感耳 凌晨的举动 被纳念老发现 当下脸色立刻聚变 目声咆哮道 然而凌晨并未搭理他 他已经给过这金虚白一次机会了 不会再给第二次 凌晨的身形 就犹如一阵风一般 迅速地从众人的视野中暴略而过 速度快到惊人的地步 望着那对着自己 满身杀气暴略而来的凌晨 金虚白眼中的怨毒立刻被金虹所取代 如今以他的这个状态 船本不可能是凌晨的一河之江 现在的凌晨 只需要轻轻一动手指头 便是能够让得他命丧于此 凌晨 你想干什么 给我助手 金家的怒火你承受不起 性命攸关 金虚白也是顾不得许多 色内力忍地喝道 对于他的力喝声凌晨 却是不闻不顾 他从来不会天真的认为 若是真的将这金虚白放走了 他便是会因此感恩戴德 一条恶狼 你放过了他 他却还会寻找机会 刺激反噬 这种事 凌晨这些年力练中见过不少 自然不可能在这种时刻留守 乔的凌晨直接是无视自己的威胁话语 金虚白脸色也是瞬间煞白了许多 心中终于是在此刻涌上一抹后悔 早知道这家伙是个狠角色的话 当初就不该招惹 但是 这天底下没有后悔要吃 给我助手 就在这时候 凌晨的身后 那孽老的声音传了过来 凌晨能够感受到 一股相当雄浑的攻势 正从身后凶猛地席卷而来 看来那孽老为了护主 也是有些发狂了 只不过 凌晨并未有丝毫的留情 蕴含着实诚实力量的一剑 便猛然挥了出去 扑斥 金虚白的双眼瞪得大大的 下一刻 他的身体正中央 便出现了一条血缝 血缝以惊人的速度蔓延 扩散了开来 旋即金虚白的整具身体 都直接裂成了两半 但是 金虚白的神功 确实竟然没有被凌晨 给劈成两半 居然从那一具肉身中逃了出来 并未受到多大的损伤 嗯 凌晨的眼中 浮现出一抹诧异之色 他的视线 移到了那金虚白 逃出的神功上面 只见的那一座神功的周边 赫然是包裹着一层金色的护照 将金虚白的神功给牢牢护住 也正是这么一层护照 才挡住了方才凌晨的一剑 否则的话 这回金虚白应该已经死无葬身之地了 So 而就在金虚白神功逃出的刹那 那年老也是趁着凌晨惊诧的瞬间 出现在了那不远处的位置 将金虚白飞出来的神功给小心翼翼地保护了起来 但是 金虚白虽然保住了小命 但是他的心中 却憋屈郁闷到了极点 刚才的那一层神功护照 是他的父亲花费了大代价给他布置的 就是为了以防有这么一天 他会被人给弄到如此狼狈的地步 没想到 今天居然让凌晨给触发了 凌晨 你这个小魔头 金虚白气的声音都在战斗 这次他栽的跟斗实在是太大了 遭受如此重创 今后很有可能要一蹶不振 而把他弄成这样的 居然只是一个无名之辈 他怎么能够善罢甘休 凌晨小子 你这次做得太过火了 我家公子被你伤成这样 大半辈子都报废了 这不是普通的仇怨 而是深仇大恨 这下 你不仅仅是得罪了我们金家 甚至还得罪了更强大的奥家 注定不会有好下场 列老眼神阴沉地盯着凌晨 冷冷说道 金虚白如今伤成这样 他回去之后 必然无法交代 但是 他在见识过凌晨的实力后 又自存不是凌晨的对手 只能在言语上逼迫凌晨 奥家 凌晨眉毛一挑 微微一皱 怎么又扯上奥家了 凌晨你有所不知 这个金虚白和奥家的一位女添交 奥洪雪存在婚约 所以说 他不仅是金家的嫡系子弟 还是奥家的女婿 身后不远处 蓝云轻变了一口气 走上了前来 这也是他之前跳出来劝阻凌晨的原因 这金虚白 身份特殊 不可随意善杀 没想到还没等他说什么 凌晨就已经悍然出手 把金虚白给虐得不成人形了 第2223章奥玄珍 此时 纳紫苑朱向力和林涵三人 都是面有忧色 奥家 可是一个比他们各大家族都要强大的家族 得罪奥家 可比得罪金家要恐怖多了 这下麻烦大了 蓝云皱了皱眉头 这金虚白被打成这副模样 只怕无论是金家 还是奥家 都不会轻易地放过凌晨 怎么 现在才知道怕了 太迟了 似乎是将蓝云等人脸上的表情看在眼里 金虚白顿时咧嘴大笑了起来 得罪了我 不仅仅是他 还有你们几个 为虎作娼 你们都是把我害成这样的帮凶 我同样不会放过你们 都变成这样了 还有这么多话 看来还是下手太轻了 只有彻底要了你的命 才能让你闭嘴 凌晨的目光落在了金虚白残存的神功上 眼中却是再度浮现出了一抹寒意 见得凌晨这般表情的变化 金虚白的眼瞳也是漠然一缩 他现在可是对凌晨彻底怕了 看这架势 这小子 竟然还敢对他动手 如此刮躁 二流家族就是二流家族 一群乌合之众 吵吵闹闹 成何体统 就在这时候 突然间 从那后方不远处 突然传来了一道蕴含着浓浓 激疯之意的笑声 众人寻着声音望去 只见得那视线当中 赫然是有着十数道身影 出现在那半空之中 这些人 各个都眼高于顶 桀骜不寻 看向所有人的眼中 都是含着一抹鄙夷之色 仿佛天生就高人一等 比其他人尊贵 那其中为首的 是一名身材高大的青年 他在人群中显得尤为突出 背负着一双精简 双眼有神 傲气天成 仿佛任何人都不被他放在眼里 赤奥家的奥璇珍 在见到这名背负精简的青年之后 那蓝云的眼中 也是立马涌现出了 一抹浓浓的忌惮之意 奥璇珍 此人可是奥家有名的天之骄子 实力超群 据说实力可以在奥家 年轻一代中排进前三 旁边的子愿听到这个名字 也是一脸凝重地道 奥兄 你们来得正好 那金须白 见得奥家的众人到来 顿时两眼放光 仿佛是看到了救星一般 他不是凌晨的对手 对后者虐得体无完肤 但是在奥家面前 凌晨不值一提 就像是草劫一般 嗯 你是金须白 那奥璇珍的目光 寻着声音望了过去 落在了金须白的身上 璇集皱起了眉头 脸上明显浮现出不悦的神色 你怎么变成了这浮贵模样 金须白 你虽然是个浓包 一无是处 但是你毕竟是我们奥家的女婿 居然有人把你欺负成这个样子 是谁 说出来 我们替你做主 此时 在那奥璇珍的身旁 则是站着另外一名奥家天骄 此人身穿紫袍 同样是奥气冲天 他看着肉体被灭 只剩下神功的金须白 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怒火中烧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凌晨前不久才在圣灵院中遇到的奥家子弟 保无常 太好了 虽说被当面说是浓包 让金须白有些心中十分不爽 但是面子不重要 现在他只想让凌晨血债血肠 一念及此 他立刻转过身 手指指向了凌晨 就是他 这个叫凌晨的小畜生 就是他 把我弄成这个样子 丝毫没有把金家和奥家放在眼里 玄真兄 无常兄 你们可一定要替我做主啊 说吧 他便一脸冷笑地望向了凌晨 眼中充满着森冷之意 奥玄真和奥无常 这二人可都是奥家的天之骄子 如今两人都在这里 他倒要看看 凌晨会怎么死 你放心 不管是谁 我们都会让他付出代价 奥无常的眼中闪过一抹森然之意 玄疾他的目光 寻着金须白的指示望去 然而 他的视线落在凌晨身上的时候 眼中的桀骜之意却立马烟消云散 换成了一抹阴晨之意 又是你这小子 怎么哪里都有你 暴无常眼神阴晨无比 上次栽在凌晨的手里 他的心中已经产生了阴影 没想到这么快 就又和凌晨见面了 这小子 居然这么短时间内又惹上了金须白 难道说对方一天不惹事 便浑身骨头发痒不成 这话应该换我来说才对 凌晨不置可否地道 怎么 无常 你认识此子 那奥玄珍看到了奥无常脸色的异常 不由得开口问道 可只是认识 他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 那个在圣灵院中 让我颜面尽失的小子 奥无常眼中的阴晨之意 欲发地浓郁起来 上次败给凌晨后 他每天都在想着要如何找凌晨算账 本来他还想着要怎么让奥玄珍帮他出头 找回场子才合适 没想到今天竟然在这里遇见了凌晨 这下倒省事了 听得这话 金徐白确实愣了愣 他没听错吧 奥无常居然在凌晨那个小子手上吃过憋 奥无常是什么实力 年纪轻轻 就达到了虚神经层次 在麒麟榜上排名第三百八十一位 前途不可限量 这样的一个人 居然会败给凌晨 在凌晨手上吃亏 早知道如此 他怎么可能还有胆子去招惹凌晨 等等 这小子是圣灵院弟子 金徐白似乎是找到了什么重点资讯 脸上纵然变得苍白了起来 是 不过只是最低贱的杂役弟子而已 奥无常冷漠地道 那还好 金徐白这才松了一口气 悬着的一颗心放回到了肚子里 把他给喝一跳 还好只是个杂役弟子 可以随便揉捏的存在 不 此刻 那奥玄珍的一双眼睛微微眯起 这个人 就是那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圣灵院杂役弟子 没错 奥无常重重地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倒也好 那就就账心账一起算 今天就在这里 把他给解决掉吧 奥玄珍面无表情 但是与其当中 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味道 仿佛给凌晨下达了必杀的命令一般 仿佛一尊大神 当场就判决了凌晨的死罪 第2224章霸道 在画音落下的刹那 这奥玄珍的身上 也是立刻就释放出一股霸道绝伦 惊艳天下的恐怖气势 这股威压 犹如龙卷风暴一般席卷而开 瞬间将在场所有各大家族的强者皆是阵者柱 面露金黄之色 居然招惹上了奥迦 这下麻烦大了 朱相列的脸色十分难看 若是其他家族还好 奥迦 是出了名的强横 霸道 满不讲理 曾经有一个二流家族的嫡系子弟 只是因为得罪了奥迦的一个侍女 后来就被强行带走 最终被处以错骨扬灰的急刑 所以说 得罪任何一个家族 都不能得罪奥迦 凌晨 你先走 我们来掩护你 突然间 蓝云走到了凌晨的身前 然后侧过脸 连忙对着凌晨传音道 一副如灵大敌的模样 我要是走了 你们怎么办 凌晨面色不变 淡淡地道 蓝云摇了摇头 道 他们的目标是你 不是我们 只要你能顺利逃脱 那奥家之人 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 对 队长说得对 你快走吧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朱向力 紫苑和林涵等人 也是对着凌晨催促道 然而凌晨却是无动于衷 仿佛根本就没听见一般 淡淡一笑 不必就算不走 他们也奈何不了我的 听得这话 蓝云等人却是有些无语 他们不知道凌晨哪里来的自信 或者说凌晨是根本不知道这奥玄珍的恐怖 这家伙可不是金须白 甚至那聂老能够相提并论的存在啊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 奥玄珍的实力 在麒麟榜上排名是295位 已经是进入了麒麟榜的前300名 实力极为不俗 就算是他们几个人加起来 都未必是此人的对手 哎 众人皆是暗暗摇了摇头 他们觉得凌晨有点膨胀了 后者一定是在击败了金须白之后 便以为自己任何年轻一代都能对付得来 殊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这下凌晨肯定要吃大亏 就凭你们也想阻拦我奥家 速速滚开 否则知你们和这凌晨同罪 奥无常只是瞥了蓝云等四人一眼 旋即便立声喝道 眼中的轻视之意 确实丝毫不加掩饰 在他们奥家面前 任何世家都不值一提 面对着奥无常这般肆无忌惮的态度 蓝云刚欲说些什么 但是一只温润如玉般的手掌 却是按在了他的肩膀上 正是凌晨 凌晨只是轻轻摇了摇头 示意众人后退 旋即便一步踏出 来到了众人之前 目光则是落在了奥无常的身上 好大的口气 我原本以为 你只是个特例 没想到你们奥家之人 居然都和你一样目中无人 狂妄自大 我就站在这里 我敢保证 你们奥家的人 连他们一根汗毛都伤不到 凌晨的脸上 浮现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 道 听得这话 奥无常的眼神漠然一沉 旋即冷冷一笑 大眼不惨的小子 现在你尽管狂 待会有你的哭的时候 说吧 他也是立刻退到了一旁 他自知不是凌晨的对手 再战一次恐怕结果也不会变 只不过今天这里 可轮不到他来出手 小子 我很佩服你的勇气 可惜 你并没有与之相传的实力 奥旋真摇了摇头 眼中漠然浮现出了一抹森冷之意 旋即他便抬起了右手 始终二指并拢起来 摇指着凌晨 虽说他还并未动手 但是一股惊人的杀意 却已经将凌晨给锁定 刷 破风声响起 奥旋真的身形已是消失在了原地 留下迅速溃散的残影 他的真身已是在高速之中消失无踪 肉眼已无法捕捉 糟了 完全感受不到奥旋真的气息了 蓝云的心中一阵紧绷 脸色十分难看 在与人战斗中的大忌 便是连对方的气息都感受不到 这样就完全跟瞎子一样 鼻在明我在暗 到时候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而面对着奥旋真突然消失的状况 凌晨却在原地一动不动 甚至连脸色的表情都并未有丝毫的变化 完了 凌晨怎么连动都不动 他该不会傻眼了吧 珠像力望着凌晨纹丝不动的背影 心情却是焦急无比 凌晨这个样子 搞不好会被那奥旋真秒杀 往往这种时候奥旋真只要一现身 必定是会出现在凌晨意料不到的方位 发动突袭 凌晨连动都不动 岂不是跟火把子一样 危险到了极点 小子 纵然你有几分实力 可惜遇上的是奥旋真 今天你必死无疑 不远处的奥家队伍当中 抱无常一脸冷笑地望着这般一幕 仿佛已经料定了结局 奥旋真这个人虽然傲气 但是对方在战斗的时候却从来不会大意 一旦出手 那就是全神贯注的状态 因此凌晨那种扮猪吃虎的打法 可能对别人有效 但是对奥旋真 却是一点用都没有 山剑之外 观战的强者非常多 但是他们却没有哪个人捕捉到了奥旋真的身影 一个个都将自己的眼睛睁到了最大 生怕自己错过了至关重要的一幕 出现了 就在这般紧张的气氛下 突然有人惊叫了起来 打破了这片空间的平静 无数目光顿时聚焦在凌晨身体右侧后方的位置 那里赫然是有着一片树叶飘落而下 而在那树叶之后 骤然出现了一道扭曲的模糊身影 奥旋真的身影刚刚出现 他的十中二指便猛然向着凌晨的后心戳了过去 这一指 气吞山河 霸道无穷 将恐怖的力道浓缩在一指之中 威力大的惊人 那指盲轨迹之下 连空间都是扭曲了起来 奥旋真的出现 突如其来 他的出指 更是犹如疾风迅雷一般 众人几乎只是才刚看到他那模糊的身影 后者那一指便已经到了凌晨的身后 简直就犹如电光火石一般 让人无法做出反应 只怕是换成他们在场的任何一人 都要被这一指所动穿身体 没有任何的悬念 当 然而 就在这一指就要接触到凌晨背后的时候 却是被一道剑鞘给个挡住 在那一道道惊叹的目光注视下 只见得凌晨静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转过了身 提起了手中的剑鞘 准确无误地将奥旋真的一直给阻挡了下来 在金属声传荡开的瞬间 一股惊人的波纹气浪 也是从那碰撞之处 猛然席卷开来 第2225章变招 在意指点在了凌晨剑鞘上的刹那 奥旋真的眼中 也是漠然闪过一抹诧异之色 没想到凌晨居然能反应过来 倒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以凌晨的实力 不该能接下他这一指才是 就在他惊诧之间 凌晨的右手已是握住了飘雪剑的剑鞘 然后猛地将剑鞘中的飘雪剑给拔了出来 直接削向了奥旋真的脖子要害 不过 就在这一剑即将效忠奥旋真的刹那 后者的身形默然后痒 恰好避开了剑锋 同时身体飘退到了百米之外 方才立定而住 有两下子 奥旋真的眼中 惊诧之意愈发浓郁 旋即开口说道 以你的实力 居然甘愿在圣灵院做一名杂役弟子 为免屈才 不如到我们奥家来 改姓奥 从此替我们奥家效力 那么以往你和奥家的过节便一笔勾销 你觉得如何 什么 听的这话 报无常和金须白却是面色一变 听这话的意思 是打算将凌晨给收编进奥家 这怎么行 全真凶 这么重大的事情 是不是要过问足中长辈 怎能如此草率做决定 报无常的目光有些闪烁 要是把凌晨吸收进了奥家 他以后还怎么找凌晨麻烦 他的厂子还怎么找回来 赤啊 玄真凶 奥家的家灰和其珍贵 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让这种级别的小子加入 他哪有姓奥的资格 金须白也是在旁煽风点火 他的心中 甚至还有着一点点小妒忌 凌晨算什么东西 也配姓奥 就算是他这个奥家的女婿 也只能算是半个奥家人 只能借奥家的威势做威做福一番 哪里比得上真正的奥家人 然而 奥玄真的脸色 却并未因为这两人的劝说而有什么变化 他的目光 略有些冷漠地盯着奥无常和金须白二人 道 他又没有资格 我说了算 如果说他没有资格 你们两个身为他的手下败将 岂不是更没有资格 奥玄真这么一说 让奥无常和金须白二人无话可说 若是奥玄真真打算引荐凌晨加入奥家 他们也没办法 在喝退了奥无常和金须白二人后 奥玄真的目光 再度落在了凌晨的身上 道 凌晨 我的提议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这话传开 蓝云等人也是不由得沉吟了起来 这奥玄真不愧是奥家的枭雄 手段非同一般 居然想出了要拉拢凌晨 这个条件 一般人恐怕都很难拒绝 奥家这个姓 很值钱麻 凌晨不知可否地笑了笑 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名字挺好的 暂时没有改的想法 等我什么时候想改了 我再告诉你好了 听的这话 奥玄真的眼中 也是陡然涌上了一抹阴沉之意 那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莫非你真以为 侥幸挡住了我一招 我便当真爱合不了你了 我的怒火 你承受不起 初暴 奥玄真的脚掌也是猛踏地面 他的身上 气势宛如山红一般爆发出来 一波连着一波席卷而出 在那同时 奥玄真的衣袍骚然鼓荡了起来 全身的力量 都以一种相当惊人的速度 汇聚到了他的一双手掌之间 不是抬举的小子 生路不走 偏要寻死路 奥无常冷冷一笑 眼中充满着讥讽之意 刚才若是凌晨答应了 恐怕就没现在这么多事了 只可惜 这小子太过狂妄 根本不知道收敛为何物 丝毫不给奥玄真面子 如今将后者惹怒 下场注定七彩 列环掌 就在奥无常话音落下间 奥玄真已是双掌打了出去 顿时间 掌进化为了密密麻麻的 烈焰红环轰射而出 将凌晨的身形给悍然笼罩住 而就在奥玄真出招的同时 凌晨也动了 他的手掌默然一动 将飘雪剑挥斩而出 顿时间 剑芒化为青龙 发出一道阵天龙影 猛然横扫而出 两道攻势皆是以一种 极为迅猛的态势 在那一道道震撼的目光中 轰然碰撞 砰 烈焰红环和青龙剑气 轰然碰撞 顿时发出震天动地般的声响 整座山剑之外 大地都是剧烈震动了起来 密密麻麻的裂纹 犹如珠网一般 从那碰撞之处 猛然向着四面八方席卷开来 好可怕的实力 周遭各大事家的青年强者 皆是吃了一惊 两人的实力都已经达到了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地步 不过更让他们震惊的还是凌晨 后者居然拥有和奥玄珍火拼的实力 在如此激烈的碰撞下 丝毫不落下风 里的怒火 似乎不过如此 凌晨望着对面的奥玄珍 嘴角掀起了一抹淡淡的弧度 赤妈 奥玄珍的眼中 寒芒漠然一闪 玄节她抬起手掌 猛然一握 只见得那视线当中 烈焰红环竟是突然膨胀起来 扩大了一倍大小 竟是生生地将剑气所化的青龙给套在了其中 密密麻麻的红环 将青龙给套了一截又一截 完全将青龙给限制住 动弹不得分毫 好厉害的变招 对于奥玄珍的这一下变招 连蓝云都忍不住一声惊呼 这是只有对招式掌握到多么细致入围的程度 才可以做到这般收放自如 因敌质疑 神乎其技 这下糟了 这奥玄珍技高一仇啊 就算是朱向力 都看出了情况的不妙 眼前这两招 都是凌晨和奥玄珍的杀招 那其中蕴含了两人至少五成的力道 一旦其中一方将另外一方的招数给破了 那么便极有可能能够掌控胜局 可以说 青龙剑气一旦被破 凌晨就输一半了 然而凌晨本人 却依旧面不改色 淡定如常 他的嘴角 反而是泛起了一抹似笑非笑的表情 道 你以为就你会变招 其他人 就都是傻子吗 这话一出 奥玄珍的眼瞳不由一缩 然而就在这瞬间 一变陡声 在那一道道目光的聚焦下 凌晨那一道剑气所化的青龙 身上绽放出惊人的光芒 紧接着 其身躯竟是浓缩了起来 足足是缩小了一倍 争破了烈焰红环的束缚 第2226章入口线 什么 在剑得青龙收缩的一幕后 不少强者皆是再度惊呼 方才奥玄珍的操作就已经够让人震撼了 没想到凌晨景随其后 就做出了相应的变化 这般恐怖的应变能力 让人叹为观止 本来众人以为 像奥玄珍这样的妖孽一个就够了 没想到如今竟然是妖孽与妖孽 两大妖孽各显神通 争方斗焰 去 就在青龙收缩的刹那 凌晨的眼中 已是骚然闪过了一抹灵力之色 他只是屈指一影 那剑气所化的青龙便陡然标示而出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漠然袭击向了奥玄珍 根本来不及反应 奥玄珍的身体就被青龙剑气扫中 然后整个人倒飞了出去 这不可能 奥无常和金须白二人的眼珠子 险些瞪了出来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奥玄珍居然会被凌晨给击飞了出去 在半空中退了足足百米 奥玄珍的身体方才停了下来 他的嘴角已是有着丝丝的鲜血溢出 滴滴答答地落在地上 奥玄珍抬其手掌 擦拭了嘴角的鲜血 在撇见那手指上面的血迹之后 他的眼瞳陡然一缩 他居然受伤了 伤在了一个小小杂役弟子的手里 奥玄珍的两眼瞬间通红了起来 仿佛变成了一头发狂的野兽一般 他身上的气势 也是在一点一滴滴攀升 变得极为狂暴起来 这小畜生 算是将奥玄珍给彻底惹怒了 奥无常的脸上浮现出 一抹幸灾乐祸的笑容 奥玄珍这个人虽然平时话少 但是对方的高傲程度 胜过他十倍 连伤他一根手指甲都不允许 更别说如今居然令得对方吐血 这在奥玄珍看来 无疑是奇耻大辱 暴走的奥玄珍 实力有多强 今天正好见世见世 静须白也是咧嘴一笑 他自然是乐得看到 凌晨被陷入暴怒中的奥玄珍击杀 虽说中途出了点小意外 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没变 他只要凌晨死 这就足够了 这奥家天才 倒不是什么徒有虚名之辈 凌晨的眼中泛起了一抹压抑之色 这奥玄珍的实力天赋 可比那奥无偿要强出太多了 此人虽奥 却有几分真本事 不过 他现在的实力 却早已不是往日可比 特别是在领悟了三招不败龙神剑法之后 他如今若是全力一战的话 战斗力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轰轰轰 在奥玄珍气息陷入狂暴的同时 天地间的能量都是变得十分紊乱了起来 不过 就在这奥玄珍陷入狂怒 眼看要看凌晨拼命的时候 突然间 那山剑之内的魔器 却猛然躁动了起来 发生什么了 一道道目光皆是望向了山剑之内 那里的魔器正激烈涌动 形成了一道惊人的魔柱 向着半空中疯狂喷射而起 伴随着魔柱的喷射 磅驳无皮的魔器 已是形成了一大片魔海 将整个上空遮蔽 在那魔海的正中央 则是形成了一道巨大的漩涡 漩涡之中 一股极端浓郁的空间波动 骤然释放弥漫而出 隐约之间 仿佛能够看到一座洞口的虚影 不过这洞口完全依赖魔器而存在 看样子仿佛不会存在太长时间 随时都有可能消散 赤入口 凌云窟的入口出现了 在偏见那一道洞口虚影的刹那 便立刻有人惊呼出声 惊喜地大叫道 凌云窟的入口十分隐秘 每天只出现一次 只有在魔云最浓郁时才会出现 看来眼前的这个黑洞 就是凌云窟的入口无遗了 蓝云的眼睛也是漠然一亮 十分确信地道 嗖嗖嗖嗖嗖 这山剑之外 那一道道身影 已是犹如蝗虫一般 驱之若雾 皆是向着那一道黑洞虚影暴掠而去 显然相对于留在这里看好戏 还是进入凌云窟中探保更为实际 凌云窟入口出现后 奥璇真的脸色微微一沉 玄疾身上那原本异常狂暴的气势 也随之而消散开来 变得平稳了下来 今天就先放你一马 来日 必取你狗命 奥璇真瞥了凌晨一眼 虽说有些不甘心 但是相对于和凌晨争强斗胜 还是凌云窟更重要一些 至于凌晨 只要他想什么时候处置对方都可以 说吧 他也是立即转身 向着那半空中的魔云漩涡暴掠而去 算你这小子运气好 暴无常皱了皱眉头 恶狠狠地瞪了凌晨一眼后 便跟了上去 这件事情 可不会就这么简单结束 逃得过初一 逃不过十五 你给老子等着 静虚白纵然再不甘心 以他的实力也奈何不了凌晨 只能在放出一番狠话之后 便被那念老无奈地带走 后者带着荆家的强者 跟上了纳奥家众人 尽数略进了那洞口虚影之中 还好这凌云窟的入口出现得及时 否则的话情况就不妙了 纳奥玄真发起风来 只怕没人能拦得住 戴得那奥玄真等人消失之后 蓝云也是走上了前来 脸上露出了一抹十分庆幸的神色 是啊 那个疯子 做事情完全不顾及后果 还好凌晨你抗住了压力 拖了这么长时间 否则的话 结果不妙 旁边的子愿也是开口道 何止 凌晨兄这次可是扬眉吐气 就连那奥玄真 都被你打得口吐鲜血 在你的手上吃了大亏 我是真是没想到 你的实力这么强 你这家伙 藏得也太深了 住相立看向凌晨的目光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后者的实力 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他怎么还能像之前一样 乱拍凌晨的肩膀 凌晨的实力 放在各大世家的嫡系子弟当中 绝对是一流翘楚的存在 这次虽然扬眉吐气 但是却得罪了那奥玄真 只怕此人不会善罢甘休 凌晨摇了摇头 却并没有过分乐观 况且 他的背后还有一个偌大的奥家 而凌晨你在圣灵院人为言轻 今后还是离这奥玄真远点为妙 凌晨郑重其事地道 不过他的心中却也十分疑惑 以凌晨的实力 居然只是一个杂役弟子 实在让人有些想不通 只要他不再来主动招惹 我便不会理会他 凌晨淡淡地道 然而他的眼瞳深处 却闪过了一丝丝的寒芒 他没事去招惹一条疯狗干什么 但若是这条疯狗非要扑上来 那自然也没有其他办法 到时候可就怪不得他心狠手辣了 第2227章魔器风暴 真把他给惹火了 他可顾不得什么傲加不傲加的 就算是天王老子家的 也照杀不误 好了 奥玄真是个聪明人 他不会不明白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道理 凌晨的实力和他相差不多 他如果足够聪明的话 暂时应该不会主动找我们麻烦 蓝云倒是并不担心 凌晨的实力摆在那里 现在就算是奥玄真想要动手 也要好好掂量掂量 是不是愿意付出相应的代价 至于其他人 那就更不足为虑了 事不宜迟 我们也赶快进去吧 见得众人皆已经进入了 那洞口虚影之中 蓝云也是不打算再等下去了 对着凌晨开口说道 走 凌晨点了点头 眼下找到那末龙所在 才是最要紧的 当即他便身形一动 留下一道残影 身形便已消失在了半空之中 向着那一道洞口虚影暴略而去 而蓝云四人 只是稍慢一拍 便立刻跟上 随同着凌晨一起 进入了入口 消失不见 在身形略入这洞口虚影中的刹那 凌晨便感觉到周围的空间一阵动荡 视线当中 赫然是一条犹如空间虫洞般的通道 不知究竟通向何处 而从这虫洞的深处 则是不断有着粘稠的磨气 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 形成了一道道惊人的逆流 阻碍着众人向着这黑洞的深处继续行进 这种程度的磨气洪流 还奈何不了进入凌云窟的众人 然而 随着众人的深入 那磨气洪流 开始演化出了一道道磨气巨蟒 从那黑洞的深处猛然呼啸而出 向着众人狠狠地席卷而去 这等伎俩 也想拦住我 奥璇珍等人在黑洞中横冲直撞 肆无忌惮 见得面前有着磨气巨蟒呼啸而来 那奥璇珍的眼中 却是没有丝毫的波动 只是一拳猛地向前打出 直接是打在了那一头磨气巨蟒的脑袋上 砰 只是一瞬间 这一头磨气巨蟒就被奥璇珍的拳头打爆开来 炸成了粉碎 奥家的人横冲直撞 如此顺利 但是其他世家的人 可没有奥璇珍的实力 他们就没这么顺利了 只能够减慢速度 尽量避开磨气巨蟒的冲击 啊 突然间 一名世家子弟一时疏忽 被一头磨气巨蟒给咬住了身体 顿时发出一声惨叫 他的同伴尚且来不及救援 就已经完全被澎湃的磨气所吞没 身体被腐蚀成了液体 成了虚无 吼 一道震耳欲聋的吼声响彻而起 只见得视线当中 一头磨气巨蟒向着凌晨迎面席卷而来 气势汹汹 弄擦 凌晨只是微微一提剑翘 飘雪渐变自动从剑翘中飞出 从半空翼展而过 将这一头磨气巨蟒的头颅给斩了下来 失去了头颅的磨气巨蟒 随即溃散了开来 消失于无形 这凌晨哭 以前可从未听过如此凶险啊 凌晨的身后 纳珠向力和紫苑等人脸色十分凝重 这才刚进入入口 就已经是如此凶险万分 困难重重 这要是进去了里面 凶险程度 岂不是要增加十倍 蓝云的精神高度集中 旋即到 凌晨窟以往只能算一座普通境地 纵然凶险 但是危险级别也不高 但是现在却完全不同 这恐怕和凌晨窟内近日的异变有关 凌晗目光闪烁 道 如此浓烈的磨气喷发 这凌晨窟里面 该不会藏着什么强大的魔物吧 不排除这个可能 有可能是魔物 也有可能是宝物 蓝云点了点头 所以我们要见机行事 若这凌晨窟底下真有什么强大的魔物 我们必须第一时间撤离 安全第一 明白了队长 队伍几人皆是点了点头 只有凌晨面无波澜 因为他很清楚 这凌晨窟底下究竟有着什么 这磨气的源头 不是什么宝物 十有八九 是那头魔龙在作祟 即便不是魔龙本尊 那也是魔龙的遗物 就是不知道 这头魔龙生前在这下面 搞什么麻蛾子 这么多年过去 居然还能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不过这些 得等到他进入这凌云窟的深处 方才能够知晓了 众人的这般深入 在约莫持续了十数分钟后 终于是即将抵达尽头 只见得那前方不远处 赫然是出现了一座实体的洞窟 洞窟足足有着百丈方圆 就好像是一个天坑一样 从那洞窟的内部 魔气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 更像是一头虚空巨兽 张开血盆大口 不断地吞吐魔气 就在众人才刚抵达的刹那 突然间 那洞窟仿佛默然猛吸了一口气一般 令得整片空间都仿佛收缩了一圈 所有人都是真气外放 护住身体 方才抵御住了这般强烈的吞吸之力 但是下一刻 从那洞窟的内部 却猛然传出了一股极为狂暴的波动 不好 才刚感应到这股波动 凌晨便已察觉到不妙 不仅是他 那奥玄珍 苏彻和崔子玲等各大事家的人 皆是面色一变 各个都纷纷祭出了自己的隐藏手段 各种法宝 绝学都是丢了出来 护住自己的周边之人 哗啦 刹那间 一股极为惊人的魔气风暴 便骚然从那洞窟之中席卷而出 铺天盖地地笼罩了过来 凌晨只是眼盲微微一闪 他的体内 一股极为棒薄的剑翼便弥漫了开来 化为一层护照 将队伍中的五人给笼罩在内 吃吃吃 魔气风暴狠狠地从那一层剑翼护照上擦过 激发出一场璀璨的火星 整片护照都是剧烈颤动了起来 眨眼间就遭受了千万次撕裂 眼看就要支撑不住 趁机冲进去 面对着这般危险状况 凌晨非但没有萌生退役 反而是眼中闪过一抹灵力之意 蓝云等人 只是微微一惊 旋即便点了点头 这一路上 全靠了凌晨他们才能走到这里 如今对于凌晨的决定 他们已经都没有了任何意义 在征得了其他人的同意之后 凌晨也是没有半分犹豫 便陡然催动起周围的剑翼护照 全力加速 犹如流星一般 冲进了那风暴肆虐的魔窟之中 第2228张魔龙殿 高速行径之下 剑翼护照的周围 火星欲发剧烈地绽放开来 砰的一声 剑翼护照爆炸了开来 化为了漫天的碎片 在剑翼护照爆开的瞬间 凌晨五人骚然感受到一股恐怖的压力 但是 就在这时候 一层柔和的水蓝色光芒浮现出来 关键时刻 蓝云启动了手中的避水珠 激发了避水珠的防护功能 挡住了魔气风暴 但是 在魔气风暴的狂暴侵袭下 蓝云的脸色也是迅速苍白了起来 她体内的蒸汽 以清晰可感的速度损耗着 很快就宣告见底 难以为继 队长 我们来助你 那朱向力 紫苑和灵涵三人 此时皆是催动自身的真气 然后双掌按在了蓝云的身上 将体内的真气 注入到了蓝云的体内 如此一来 蓝云方才能够支撑蛛壁水珠的消耗 骚然加速下落 终于 在数分钟后 终于是在这灵云窟的底部落下了身形 而直到此时 一行人方才脱离了魔气风暴 周围的那一层水蓝色的护照 也是随之而消散了开来 总算是顺利进来了 朱向力等人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他们几个人 包括蓝云在内 脸色都有些苍白 显然在刚才的魔气风暴穿梭中 消耗不小 这里便是灵云窟内麻 怎么好像和我们以前所见过的灵云窟不太一样 紫苑打亮着周围的环境 灵云窟 他们来过不止一次 上次来的时候 根本没有这么大的波折 这灵云窟内 当然也不是这幅场景 旁边灵寒的目光 也是看向了不远处的方位 那里的魔气逐渐散开 隐约之间 却是浮现出了一座古老宫殿的轮廓 以前可从未听说过 灵云窟之下 还有这等洞府宫殿的存在 灵寒的眼瞳微微一缩 随即浮现出了一抹惊诧之意 灵云窟内居然有这种洞府宫殿的存在 恐怕就算是那些经常进灵云窟探险的冒险者 都是得大吃一惊 看来我们是被卷进一个全新的地方来了 这里 是一片从未有人探索过的地狱 蓝云的眼睛一亮 在心中略为意境的同时 却又有些兴奋 正是因为这是一片从未开发过的处女地 在充满着未知凶险的同时 也充满着无限可能 能够寻找到空前绝世的宝物 凌晨也是抬起了脑袋 快步走到了那宫殿之前 这座魔殿的门前 有着两尊塑像 这两尊塑像 俨然是两头生长着一对福役的魔族 这两头魔族 面向猙獰 犹如厉鬼 四足盘坐在那十吨上面 一双眼睛犹如铜铃一般 将众人给盯着 凌晨的目光 只是在这两尊雕塑身上一扫 便移到了那宫殿大门的上方 那里 赫然是写着三个魔器森森的大字 魔龙殿 此处 果然是魔龙巢穴 凌晨的眼睛骤然一亮 看来他没来错地方 这地方 正是那头魔龙的七席之所 果然是内有乾坤 内有乾坤啊 此时 那大队强者已经抵达 众人的目光 皆是落在那魔龙殿的殿门上方 眼睛骤然亮了起来 如此庄严雄伟的一座大殿 理念定然不会让他们失望 嗖 破风声响彻而起 已经有两名强者迫不及待地冲了出去 直接二话不说 就往这魔龙殿里头冲 然而这两名强者才刚接触到那魔龙殿的大门 突然间 一道黑色的屏障 出现在了魔龙殿大门的位置 释放出一股惊人的弹力 将那两名强者给生生地给弹飞了去 这魔龙殿有静置守护 蓝云的面色微微一变 然而就在他话音落下之上 视线当中 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只见得那魔龙殿大门前的那两座石像 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蠕动了起来 似乎是恢复了生命力一般 特别是那一双同龄般的眼球 缓缓地转动了起来 旋即绽放出了两束星红的光芒 四道星红光束 仿佛将虚空洞穿了一般 瞬间照射在了两名强者的身体上 将那两人的身体给完全笼罩 啊 惨叫声刚刚响起 两人的身体就变成了焦黑白骨 当场话为了灰烬 在半空中飘散了开来 尸骨无存 这是什么鬼东西 目睹了化为灰烬的两道人影 所有人的眼中 皆是涌上了一抹正恐之色 这两座石像 居然隐藏了如此恐怖的手段 若是被那星红光束命中的话 只怕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还并未等他们完全反应过来 那两座石像的眼珠便再度转动了起来 星红的光芒 再度凝聚绽放开来 在那两道身影化为灰烬的刹那 凌晨的眼瞳不由得一缩 随即第一时间身形移动 消失在了原地 但是他所在的地方 却是被星红光束给命中 地面被生生地轰出了一个坑洞 但是这魔龙殿外面 在场的另外三名强者 就没这么快的反应力了 当场就被星红光束命中 死无全失 凌晨皱了皱眉头 只需要稍微慢上半拍 他便是与此人一样的下场 这星红光束的施放需要一点时间 速速攻破大殿静置 否则我们都将死在这里 再避开了星红光束的刹那 凌晨便立即对着众人立声喝道 说罢 他没有等其他人回应 便已是将真气灌入了手里面的 飘雪剑中全力一剑 蓄势待发 凌晨说的没错 要么进要么退 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蓝云也是立刻附和道 这星红光束的速度太快 根本来不及抵挡 除非拥有凌晨的实力 否则若是滞留在这里 只有死路一条 他和队伍的其余三人 纷纷将自身真气催动到了极限 着手攻击店门口的静置 全真凶 我们视镜还是退 此时 奥家人马的方向 奥无常的目光有些闪烁不定 向着旁边的奥玄真看去 退个屁 全力攻击尽致 奥玄真的眼神骚然阴冷下来 他奥玄真的字典里面 可没有后退这两个字 虽说他对凌晨极度不爽 但是不得不说 后者说的的确有道理 留在这里什么都不做 那是愚蠢等死 第2229章进入大殿 话音落下 奥玄真已是全力出手 他的体内 霸道无匹的真气狂涌而出 紧接着他便一拳猛然轰出 狠狠地打向了 那摩龙殿门前的静置 而奥无常和那聂老等人 见得奥玄真已经出手 他们自然是不敢怠慢 当即便随着奥玄真一同出手 各式手段 各种灵力攻势 皆是狠狠地落向了 那摩龙殿的静置 这个时候 凌晨和其他人也已是悍然出招 各种刀光剑影 全力掌镜 悉数地落在了那大门静置上面 翁在那一道道攻势皆是命中的刹那 那摩墊门口的位置 也是陡然有着一股黑色的结界浮现出来 然而在这诸多攻势的轰击下 黑色结界迅速扭曲变形 而且是扭曲到了极致 眼看就要彻底地破碎开来 嗖 这个时候 凌晨的身形一闪 陡然化为一道残影消失 他手中的飘雪剑 已是犹如闪电一般 斩棘在了那行将破碎的结界上面 扑斥一声 并将那结界给彻底地撕碎了开来 而凌晨的身影 则是悄无声息一般 闯进了那结界之内 直接进入了魔龙殿之中 该死 这小子果然狡诈 快跟上这小子 别让他给杰族先登了 见得凌晨直接强行闯进了魔龙殿当中 奥玄珍等人的脸色也是立马一变 玄疾一沉 但是正当他们要全力追上去的时候 那魔龙殿门口的两座石像 却是突然再度蠕动了起来 四道新红光树 猛然向着他们狠狠地动射而来 新红光树袭来 奥玄珍和奥无常等人 被迫撑起真气防御 连起手来全力应对 这新红光树可不是开玩笑的 就算是他们奥家之人 也绝不能有半分大义 否则很可能会死在这杀人光树之下 在奥玄珍等人的身前 迅速形成了一面真气防御网 将四道新红光树皆是拦截了下来 但是 在拦截新红光树的时候 其他世家的强者 却是抓住这个间隙 纷纷向着魔龙殿内暴掠而去 都给我站住 奥无常面色一变 眼看着一个个世家的人 皆是进入了魔龙殿 而他们却被拦截在此地 肺都要气炸了 但是对于他的报喝 却并没有人搭理他 这种时候 进入魔龙殿还来不及 谁还会管他在那大呼小叫 这些混账 居然敢抢在我们奥家的前面 吃了雄心抱子胆了 这笔账我记住了 这些鼠辈 早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奥无常脸色难看地道 别废话了 速速跟上 奥玄珍只是冷冷地吐出了几个字 旋即便立刻闪身进入了魔龙殿中 而那奥无常和聂老等人 也是立刻神色收敛 并未有任何迟疑 后脚立刻跟了上去 魔龙殿内 森然的魔戏 在这大殿之内弥漫 伸手不见五指 整座大殿 都弥漫着一股阴冷潮湿的气味 隐约之间 还有一种发霉般的味道 夹杂在其中 而几乎就在凌晨踏足 魔龙殿的刹那 突然间扑的一声 附近忽然点燃起了一团 幽蓝色的火苗 将环境照亮了些许 而就在这第一团火苗 点燃而起的刹那 整座魔龙殿内 便仿佛是起了连锁反应一般 一团团火苗接踵点燃而起 将整座魔龙殿照亮 大殿之内 一长地空旷 一根根粗大的黑色立柱 将这座地下聚殿给支撑而起 只不过这一根根黑色立柱上 已是布满了列纹 有一些更是已经断裂 坍塌 看样子这座魔龙殿 在这凌云窟的极深处 已经存在了相当悠久的岁月 奇怪 为何进了这魔龙殿之后 反而感受不到任何魔龙的气息了 就在这般一变才刚刚发生的刹那 凌晨的脑海中 龙铃的声音也是响彻了起来 哦 凌晨眉毛一挑 微微皱了皱眉头 难道说 魔龙并不在这魔龙殿之中 应该不是 龙铃摇了摇头 或许 是有什么东西将他的气息掩盖了 你再走进去看看 仔细查探一番 好 凌晨点了点头 旋即便抬起脚步 向着这魔龙殿的深处走去 但是 他才刚走出没多远 突然间 仿佛有着一道黑影 从那视线的不远处掠了过去 只是一闪而逝 便消失在了凌晨的视线当中 嗯 即便只是一闪而逝 但凌晨还是察觉到了异状 居然有人 跑到了他的前面去了 刚才进入魔龙殿的时候 他不应该是第一个吗 难道是错觉 凌晨的心神凝重了起来 心中的警惕心再度加重了一分 这魔龙殿十分诡异 还是得万分小心才是 凌晨 就在凌晨收敛心神的时候 身后传来了一道红亮的声音 凌晨偏过头看去 只见得那蓝云四人 已是快步地跟了上来 你们进来了 凌晨眼神微微移动 脸上却并无什么意外之色 他进入魔龙殿的时候 已经将静置结界破除 后面的人进来 自然没什么阻碍了 凌晨 可有什么发现 蓝云看向了凌晨 玄机打亮起了四周 凌晨比他们先一步进入魔龙殿 无疑是占得了先机 没有 我也就比你们早进来一小会儿而已 凌晨摇了摇头 连他自己都感到有些失望 本以为先一步进入魔龙殿 能够先人一步取得这魔龙殿内的宝物 没想到这大殿之内空空如也 竟是什么也没有 就在蓝云还欲再问的时候 脚下的地面 却是发出轻微轰隆隆的声音 而且颤抖的弧度越来越大 不好 有东西在靠近 而且数量还不少 蓝云的脸色一变 惊呼出声道 就在他话音刚落的刹那 凌晨的目光也是望向那声音传来的方向 那森冷的魔气之后 赫然是有着黑压压的身影正在逼近过来 密密麻麻 数量怕是足足有上百只数 戴得靠近之后 众人方才看清楚这黑压压身影的真实模样 视线当中 每一头黑影 俨然都是一头体型硕大的蜥蜴 然而这并非是普通的蜥蜴 蜥蜴的身上 布满了坚实的黑色鳞片 尾巴粗长 双目星红 从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地散发出了一股淡淡的威压 这股威压 或者寻常人不知究竟为何物 但是凌晨却能感受出来 这股威压乃是源自于龙族威压 第2230章蜥蜴王 赤魔龙 龙铃的声音在凌晨脑海中响了起来 这些蜥蜴 原本只是普通的蜥蜴荒兽 只是受了魔龙的影响 才会产生变异 强化 拥有一丝的龙族气息 看来魔龙的本尊 应该就在这魔龙殿中 之所以感受不到他的气息 恐怕是有什么东西 将他的气息给掩盖住了 理因如此 凌晨点了点头 眼中泛起了一抹金光 看来这魔龙殿内 果然没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那魔龙不会毫无缘故地掩盖自己的气息 只怕是这其中 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猫腻 不过眼下倒是没有时间让凌晨想太多 随即他就拔出了腰间的飘雪剑 一人一剑 不退反镜 向着那眼前黑压压的蜥蜴群冲了过去 手中常见一料 顿时间 如红般的剑气就直线击射了出去 将一条路径上的黑灵蜥蜴 给西树地扫飞了出去 但是 这些蜥蜴的灵甲异常之后 凌晨的剑气横扫在他们的身上 却只是激发出了璀璨的火星出来 留下一道道白硬 连表皮都未曾攻破 这些畜生 好硬 凌晨身后 朱向力一拳打在了一头黑灵蜥蜴的身上 将一头黑灵蜥蜴给阵飞了出去 但是随即他便捂住了自己的手臂 一股异常苏玛的感觉 从手臂上袭来 不要和这些畜生硬碰硬 他们的灵质不高 我们只需要闯过去就行了 他们应当不会穷追不舍 蓝云催动着避水珠 不断地发射出一道道蓝色水箭 将前方的黑灵蜥蜴给急飞出去 强行开辟出一条路径来 凌晨在队伍的最前方 他的速度很快 黑灵蜥蜴群 基本上拦不住他 很快就被他穿梭而过 并没有造成太大的阻碍 然而 就在五人将黑灵蜥蜴群穿越之后 那前方不远处 却是出现了一座小山般的黑影 这道黑影 可比普通的黑灵蜥蜴体型大上十倍 在其移动的时候 仿佛整座大殿都陷入了地震当中 摇摇欲坠 所有的黑灵蜥蜴 此刻口中都是发出嚎叫声 仿佛在迎接这一道庞大黑影的到来 是他们的王来了 紫苑的口中发出一声惊呼 玄节那森然魔器的笼罩下 一头浑身黑色泛精的巨型蜥蜴浮现出了身形 他的一双滚圆的双目中 盯着那进入了魔龙殿的人群 红光闪动 透露出丝丝的残忍之意 这头蜥蜴王在现身的刹那 肚子便猛然鼓胀了起来 然后猛地张开血盆大口 对着人群突然喷吐出一口黑中淡黄的魔器洪流 这一口魔器洪流 夹杂着一股浓烈的恶臭气息 刚刚喷吐出来 那股气味就已经险些让不少人昏厥过去 凌晨连忙捂住口鼻 而后将飘雪剑给捂成了一朵剑花 仿佛螺旋桨一般 拦截在了身前 恶臭的魔器洪流 在凌晨飘雪剑所画的螺旋桨面前 立刻就被分流了开来 向着两边排了开来 啊 但是其他人就没这么好运气了 在有的强者被这些恶臭的魔器洪流席卷的瞬间 身体就生生地溶解了开来 直接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生生地化为了一滩黑黄色的浓水 好凶残的处生 蓝云的脸色一变 若是他们也被这魔器洪流笼罩的话 只怕也会是相当的下场 这眨眼间 进入这魔龙宫的强者 已是死伤惨重 哀嚎遍地 而就在这时候 嗖的一声 那奥家队伍之中 奥璇真的身影悍然冲了出去 他的去世相当蛮横 直接是以一种横冲直撞般的态势 狠狠地一拳砸在了那一头蜥蜴王的身上 砰 沉闷地响声传荡而开 这一拳的威力十分惊人 生生地将这头蜥蜴王的身体给击退了十数米远 但是 却也仅此而已 连这蜥蜴王的一片灵甲都未曾打落下来 怎么可能 奥璇真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他这一拳 就算是人类的虚神尽强者 都能被他给活活打死 而眼下这区区蜥蜴王 竟是毫发无损 然而还尚未等他震惊完毕 那头蜥蜴王的一双眼球 却已是咕咚地转动了一圈 斜斜地望着奥璇真 那一双巨眼之中 俨然是充斥着一抹浓浓的鄙夷之色 哼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那一头蜥蜴王的巨大尾巴横扫而出 瞬间命中了奥璇真 将后者的身体给砸飞了出去 将后方的一根黑色立柱给生生状断开来 将地面砸出了一个大坑 全真凶 那奥无常和一众奥家强者 皆是面色大变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强大如奥璇真 居然会被这头蜥蜴王给一尾巴甩飞出去 落得如此狼狈的境地 这畜生 竟如此棘手 纳苏彻 崔子玲和拓拔道等人 也是一脸的悚然 脸色十分苍白 连奥璇真都不是这头蜥蜴王的对手 那他们还怎么继续往前走 他们这些人当中 谁还能是这头畜生的对手 甚至已经开始有人萌生退役 打算要逃离此地了 有这头畜生蓝鹿 谁还竟得了这抹龙宫深处 蓝云的脸色有些难看 这么一头魔兽蓝在这里 让他们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然而 他的话才当说出口 嗖的一声 凌晨的身形却以誓暴律而出 一人一剑 犹如一片柳叶一般 在半空中飘了起来 乍现之下 便出现在了那一头蜥蜴王的上方 飘雪剑 直线刺了出去 叮 剑芒落在了蜥蜴王的灵甲上面 只是激起了一层火星 旋即从那蜥蜴王的体表直线擦了过去 绕了这蜥蜴王的身体足足一圈 但是连灵甲都未曾刺透 蜥蜴王看向灵晨的眼中 同样是充满着饥疯之意 仿佛就是一头蛮牛 在盯着自己身上的小跳蚤一般 任由这小跳蚤蹦来蹦去 全然不放在眼里 不行 这蜥蜴王的灵甲太坚固了 哪怕是灵晨的剑 都无法破开他的防御 灵寒摇了摇头 灵晨的剑法之灵力 他们之前都已经亲眼见识过了 即便如此 都是不能破开蜥蜴王的防御 未免让人绝望 然而视线当中的灵晨 却是并未放弃 手中的攻势不断 剑芒如同雨点一般落下 此处不通 便换另外一处 在蜥蜴王的全身进行游走 乐此不疲地进行着无效攻击 在蜥蜴王的体表不断制造出一圈圈火星出来 第2231张魔柱连台 灵晨他在干什么 这么做完全没有效果啊 朱相力看向灵晨的眼中 满是无法理解的神色 灵晨根本连头蜥蜴王的防御都无法攻破 却在那里狂攻不止 这不是白费力气吗 不对 这个时候 蓝云确实率先看出了猫腻 他摇了摇头 眼中泛起了一抹金光 他并不是在毫无目的地攻击 而是在寻找着蜥蜴王的弱点 寻找弱点 听得这话 朱相力和灵晨等人 目光都立刻落在了灵晨的身上 眼神诧异不止 视线当中 灵晨已经将这头蜥蜴王给惹怒了 毕竟跳蚤虽然是跳蚤 但是如果一直蹦蹦跳 跳个不停的话 也还是会勾起蛮牛的怒火的 然而灵晨的打法 却不像那奥玄珍那般刚猛霸道 而是极为地灵动飘逸 他的身体忽而出现在蜥蜴王的身体上方 忽而出现在下方 凭蜥蜴王的动作 根本就捕捉不到灵晨 只能干瞪眼 正如蓝云所料 灵晨不是在漫无目的地攻击 而是在寻找破绽 任何东西 都会存在薄弱环节 这头蜥蜴王也一样 不可能浑身上下的每一寸地方都坚固无比 一定会存在软了 找到了 突然间 灵晨眼睛一亮 在这蜥蜴王的菊花位置 并没有灵甲保护 那里 无疑正是他要找的地方 当机立断 灵晨猛然一拍飘雪剑的剑柄 顿时间 宝剑便飞了出去 狠狠地射进了这蜥蜴王的菊花当中 哦 张嘴发出一声惨嚎 蜥蜴王仿佛是陷入了剧痛之中 那一双铜铃巨眼中仅有的理智 都瞬间烟消云散 悉数化为了星红狂暴 蜥蜴王的身体 在众人的眼前四处乱撞 完全是闷头苍蝇一般 在这魔龙殿中暴走 让得众人抱头鼠窜 走 凌晨手掌一招 将飘雪剑收了回来 然后便趁着这蜥蜴王暴走之际 立刻纵身掠出 向着魔龙殿的深处冲了过去 凌晨 没想到这蜥蜴王的弱点隐藏得如此之深 都没有能够瞒过你的眼睛啊 蓝云目光惊异地望着凌晨 后者不仅仅天赋绝伦 没想到战斗经验也如此丰富 堪称是战斗天才 凌晨刚欲说话 脸上才刚浮现出些许的自得之色 一道异常冰冷的声音 却是在凌晨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小子 今后你若再敢用飘雪剑刺那种地方 我杀了你 呃 凌晨脸上的笑容陡然凝固 旋即悄悄道 嘿嘿 这次不是那啥 情况为急 急中生之麻 没来得及和你商量 这种事情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干了 我被添发誓 哼 龙灵这才冷恒了一声 似乎是稍有缓和 下不为例 明白 凌晨连忙点头 他现在用得着这位姑奶奶的地方多了去了 可不敢轻易将对方得罪了 好不容易将龙灵给安抚了 凌晨这才松了一口气 旋即猛然加速 在跨越了一座坐石门后 终于是在这魔龙殿的最深处落下了身形 视线当中 赫然是一座完全封闭的巨大石室 石室的中央 是一座巨大的血池 血池之内 不断有着气泡滚滚冒出 夹杂着一股惊人的煞气 在这石室之内明漫开开来 血池的中央 则是矗立着一根黑色魔柱 魔柱上面 镶刻着一道古老的龙纹 魔气森然 那血池中的煞气 大多都是进入了这黑色魔柱之中 使得这黑色魔柱上面散发出来的能量波动 愈发强烈 令人心悸 黑色魔柱中蕴含的力量 可谓是深不可测 无人胆敢小觑 但是在黑色魔柱的上方 悬浮着一方金光闪闪的连台 这一方连台 释放出和那黑色魔柱截然相反的气息 异常地纯净圣洁 每当有磅薄的煞气从黑色魔柱中喷勃而出的时候 那一方金色连台 便会绽放出光芒 从那连台的上方 浮现出了一尊佛陀的虚影 将下方席卷而上的煞气给重新镇压回去 封印回那黑色魔柱当中 这金色连台 恐怕是一件佛门之宝 将这一幕看在眼里 蓝云的眼中默然闪过一抹火热之意 只怕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这血池和魔柱非同小可 全靠这一座金色连台镇压 这一座金色连台 必定是一件佛门宝物 而且是哪一位佛门圣僧的所有之物 而且这件宝物的级别 至少也是上品天神器的层次 甚至更高 下面被镇压的 难道便是那头魔龙 凌晨望着眼前的这般景象 却是陷入了沉吟当中 但是并未给他太多考虑的时间 其他人便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贪欲了 抢 破风声响彻 树道身影陡然从人群中抱起 紧接将手掌探出 向着那一座金色连台笼罩而去 然而 这几人的手掌才刚接触到那金色连台的周围 从那一座金色连台上面 便陡然荡漾出了一层金色的连衣 生生地将那树道人引接是震飞了出去 佛门宝物 也是你们这群乌合之众能够触碰的 暴璇真的嘴角掀起了一抹激缝之意 一群杂鱼 也想燃脂宝物 他的身体 此时暴掠而出 手掌狠狠地向着那一座金色连台抓了过去 翁 就在他要触碰到那一座金色连台的时候 却是和其他人一样的下场 也是激发了一阵金色连衣 身体被生生地震飞了出去 眼见的奥璇真的身体被震飞 其他人 纳苏彻 崔子玲和拓拔道等被 一个个皆是暴略而起 如狼似虎一般地冲向了那一座金色连台 但是最后的结果 无一例外是被横扫阵飞了出去 连金色连台的身都静不了 该死 所有人都是气得脸色长红 眼睁睁地看着这金色连台就在眼前 却摸不得 不能将其纳为己有 这感觉别提有多难受 佛门至宝 只有心性纯洁之人 才能触碰得了 这些人 通通都不符合条件 还想要得到这座金色连台 简直是痴心妄想 望着这一幕 蓝云确实摇了摇头 眼神略有些嘲弄地道 第2232章魔宫必杀榜 心性纯洁之人 诸相力打亮着旁边的几人 那我们这里的人当中 谁才能算是心性纯洁之人 我们当然都不能算 蓝云摇了摇头 这个心性纯洁之人 必须的是佛门认定为心性纯洁之人 才能够作数 佛门中人 慈悲为怀 不是杀戮 我们当中 有谁没有杀过人吗 这个恐怕没有 朱相力摇了摇头 扫了紫苑和林涵一眼 两人都是沉默 他们这些人在外面闯荡 经常出入生死之地 谁手上没得几条人命 没杀过人 怎么可能 至于凌晨就更别说了 之前对金须白的时候 凌晨就敢直接痛下杀手 毫不留情 要说凌晨以前没杀过人 他是绝对不幸的 凌晨皱了皱眉头 看来这个所谓的心性纯洁之人 就连他都不满足条件 这金色连台 就算是他 都触碰不得 就在他眉头紧皱之时 只见得那半空之中 突然破风声响起 只见得一道身影 忽然暴力而出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逼近了那一座金色连台 带得其身形滞留而下时 众人方才看清楚他的身影 赫然是一名年轻的僧人 这名年轻僧人 目光空洞 两眼无神 仿佛人偶一般 在来到了那金色连台之前的刹那 便双手结印 毕竭出了一道符门的法印图案 释放出一丝丝奇异光芒 投印在了那一座金色连台之上 在他的这般施法之下 那一座原本固若金汤般的金色连台 竟是开始撼动了起来 开始剧烈地抖动 然后在那一道道震撼无比的目光中 迅速地浓缩了起来 最后竟是变成了只有巴掌大小 被这名僧人给收了起来 什么 见得那金色连台被年轻僧人收服 这魔龙殿内 众人的脸色也是纷纷大变 刚才那么多人 连奥玄珍都失败了 这个小小僧人 居然收掉了这一座金色连台 这和尚 便是所谓的心性纯洁之人 望着那年轻僧人的身影 朱相立一脸的惊诧之意 不对 这和尚有些不对劲 凌晨只是瞥了那名僧人一眼 便皱起了眉头 旋即眼瞳猛然一缩 仿佛忽然惊醒了一般 道 这和尚不是活人 他是傀儡 什么 傀儡 听得这话 蓝云等人也是默然一惊 而后脸上露出恍然之色 难怪 这和尚的神色明显有些呆滞 不合常理 原来是一句傀儡 那就说得通了 就在他们皆是心中诧异的刹那 这名年轻僧人却是立刻转身暴略而出 看样子 竟是要逃离此处 快抓住他 傲璇真望着那年轻僧人的眼中 充满着阴冷之色 这金色连台是他们傲家的囊中之物 岂能让主手的鸭子飞了 被别人从他们眼皮底下把东西抢走 那众多人影 顿时间皆是暴略而出 向着那一名年轻僧人追了过去 不用傲璇真说 他们也不会让对方轻易逃了 这宝物可是他们先发现的 如今岂能让这半路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臭和尚给抢了心了 然而视线当中 那位原年轻僧人在急速后退之后 却是在一大片魔气海洋之前 骤然停下了身形 所有人望着眼前这一大片蠕动的魔气海洋 皆是眼神一领 纷纷停了下来 他们能够从这一片魔气海洋之中 感受到十分强横的气息存在 隐约间 似乎能够看到人影 从那一大片魔气海洋之中浮现了出来 凌晨目光唯唯一宁 看来是操控傀儡的幕后之人 要现身了 只见得那魔气海洋之中 数十道身材十分高大的身影踏步而出 一股极端磅礴而阴冷的波动 也是陡然在这魔龙殿之中席卷开来 赤魔宫的人 在感受到这股磅礴而阴冷的魔气波动之下 立刻就有人惊呼出声 从眼前这批人身上纯正的魔气波动来看 这群人毫无疑问是来自于整个冬域之中 令人闻风丧胆的魔道具无霸宗门 魔宫 大率先出现的 是两名魔气森森的青年 其中一人 身穿黑色香精边的宽松长袍 头戴平天罐 细雨轩昂 威灵八方 而另外一人 则头戴真龙罐 身上的长袍 也是相克有黑色龙纹 看上去十分霸道 散发出一股王者般的威压 这金色连台 似乎是一件好东西啊 那名身穿金边长袍青年人影探出手掌 向着那一座只剩下巴掌大小的金色连台触摸而去 但是他才刚触摸到那连台的边缘 便立刻被一股金色的雷电给排斥开来 根本触碰不得这金色连台分毫 该死 金边长袍青年连忙抽回手掌 一脸的阴沉 这可是浮门圣物 专刻我等修魔之人 连那头曾经驰骋冬域的魔龙都被这座连台镇压 你居然想要收取此物 岂不是自找没趣 另外那名身穿黑色龙纹长袍的青年摇了摇头 冷冷笑道 哼 这些个死贼秃的东西 送给我我都不要 先前那抽回手掌的青年冷恒了一声 玄机脸上方才露出一抹笑容 看向了旁边身穿黑色龙纹长袍的青年 笑着道 不过还好龙谋兄弟想得周到 事先将这小秃驴给练成了傀儡 否则的话 我们恐怕就只能和这群蠢货一样 在这里望洋心叹 无能为力了 赶紧办正事吧 这里 还有很多碍眼的虫子 需要清理一下身穿黑色龙纹长袍的青年 冷冷开口道 放心 今日有我们二人在 这里的人 一个也逃不掉 金边长袍青年咧嘴笑道 这时候 凌晨的目光 也是落在了这名金边长袍青年呃身上 玄机眼瞳骤然一缩 眼前的这个家伙不是别人 却正是前番两次遇到的魔宫天之骄子 圣魔太子 不过眼前的圣魔太子 已经不是当初的半步虚神境了 此人的修为 竟是已经突破了瓶颈 达到了真正的虚神境层次 在凌晨发现了圣魔太子的时候 后者的目光 也是正好落在了凌晨的身上 玄机眼瞳之中 便立刻被森冷的寒芒所充满 又他妈是你这小子 圣魔太子双目几乎要喷出火来 一副恨不得要将凌晨碎尸万段的模样 又见面了 凌晨面色淡然 并无丝毫波动 怎么 你认识这小子 在圣魔太子的身旁 另外一名身穿金边长袍的威严青年偏过头 鸣声问道 这小子 就是那的凌晨 屡次坏我们大事 可恶至极 圣魔太子阴沉着声音道 哦 他就是被列入了魔宫必杀榜的凌晨 那名威严青年眉毛一挑 看向凌晨的眼中 已经多出了一抹杀意 什么 魔宫必杀榜 听到这个名字 蓝云的眼皮不由得一跳 魔宫必杀榜 那是专门罗练那些对魔宫存在巨大威胁 必须要除掉的对象 那其中 多是一些和他们魔宫有身仇大恨的正道强者 绝世巨头 罕有年轻一代的身影 而凌晨才神功尽修为 居然被列入了魔宫必杀榜之中 那奥玄真听的这话 也是大吃了一惊 魔宫必杀榜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那榜上的人物 大多都是他都只能仰望的存在 凌晨何的何能 居然也能被列入榜单之上 第2233章龙魔太子 踏破铁鞋无秘杵 得来全不费功夫 圣魔太子的目光紧紧地将凌晨给盯着 眼神十分森朗 今天在这里遇上 你插翅南逃 插翅南逃 凌晨嘴角微微一动 就凭你麻 你 圣魔太子脸色一阵阴沉 他身为魔宫太子 乃是天之骄子 何曾被人这般看清过 这个小子 简直是太可恶了 圣魔太子 稍安勿躁 我们先办正事 一切等我得到了那东西再说 这时候 那名身穿黑色龙纹长袍的青年开口了 他只是瞥了圣魔太子一眼 玄疾淡淡地道 一切都听龙魔兄的 听得这话 圣魔太子脸上的神色立刻便收敛了起来 竟真就听从了对方的命令 一副服服帖帖的模样 对方和他一样 乃是魔宫的天子骄子 叫做龙魔太子 只不过对方的实力和天赋 要比他强出很多 在魔宫太子当中 排名十分靠前 这一次 他是寿命前来 辅助龙魔太子进入凌云窟 帮助后者夺取这凌云窟深处之物 看到这一幕 凌晨也是感到十分诧异 这圣魔太子 乃是魔宫的天子骄子 对方怎会对这名青年如此言听计从 恐怕后者的身份 不是什么寻常之辈 不过心中的诧异只是维持了上那 便是烟消云散开来 凌晨的视线 先是瞥了那魔宫众人一眼 转而手指便指向了那一根黑色魔柱 你们口中的那东西 应该指的是这一根黑色魔柱吧 或者确切来说 是这魔柱里面的东西 凌晨的眼神微微一凝 哦 看来你也知道点什么 那龙魔太子眼神一动 看向凌晨的目光略有些变化 他看得出来 凌晨对于这魔龙殿 应该也知道点什么 对方 似乎也是冲着那东西来的 聪明的 就不要来爱本太子的事 否则 我会让你死得很惨 包括你身边的人 龙魔太子深深地看了凌晨一眼 旋即便撇下了凌晨 转身身形一闪 便来到了那一根黑色魔柱的上方 他望着下方的黑色魔柱 眼中浮现出了一抹喜色 然后他手掌一翻 一根拥有着巨大口子的黑色短笛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紧接着放到嘴边 吹奏了起来 笛声十分魔性 无孔不入 众人只感觉到体内的精血在沸腾 整个人的精气神都被勾了出来 难以抑制 而他的这般笛音 并不是针对在场众人的 而是大部分都渗透进了那一根黑色魔柱之中 悉数地没入了进去 嗡 在这般笛音的渗透下 不过多时 这黑色魔柱上面的龙纹 便陡然寸寸亮了起来 紧接着 整根魔柱剧烈地站抖了起来 引发了整座龙魔垫 都仿佛陷入了地震之中 嗡 黑色魔柱在阵战的同时 还释放出了一道道黑色的涟漪 一波连着一波 在这大殿中席卷扩散开来 伴随着一道仿佛来自于远古的吼声 所有人都是能够感觉到 在这黑色魔柱之中 仿佛有着什么东西 正在苏醒过来 那是幻龙笛 就在连凌晨都有些震惊于这龙魔太子的手段的时候 龙灵的声音 也是陡然在凌晨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幻龙笛是龙族之物 此物 一般是用来唤醒陷入沉睡中的同族 没想到这个魔宫小子的手上 竟然会有幻龙笛的存在 这样一来 他就可以唤醒着黑色魔柱中所镇压的魔龙残魂了 听到魔龙残魂四个字 凌晨的眼睛立马一亮 魔龙的下落 这不正也是他要找的吗 不能让他如此顺利 凌晨心中如此想 手上已经做好了要动手的准备 先别急 然而龙灵却让他先别急着动手 你的目标是魔龙精血 但我们尚不知其下落 就让他先将这魔龙残魂唤醒了又如何 有道理 凌晨点了点头 出手是一定的 只试得找准合适的时机才行 但是 凌晨没有出手 不代表其他人也会袖手旁观 只见得那奥家队伍当中 一道人影暴略了出来 赫然正是那奥家的奥玄珍 魔头 想要作祟 先问问我奥玄珍答不答应 奥玄珍一现身 便直接向着这龙魔太子冲了过去 手掌紧握成拳 然后大喝一声 看上去霸道无匹的一拳 向着那龙魔太子的背后狠狠砸去 这魔头死定了 奥无常咧嘴一笑 脸上露出一抹喜色 虽然不知道这黑色魔柱里面有什么 但既然这魔宫中人如此趋之若鹜 其中必定是有着什么好东西 只要奥玄珍打死这龙魔太子 这东西便归他们了 无知鼠辈 然而感受到奥玄珍从背后袭来的一拳 那龙魔太子却是仿佛没看见一样 只是斜着扫了奥玄珍一眼 冷冷地吐出了四个字 玄机猛然挥起拳头 看也不看 一拳猛地向着身后打了过去 砰 一双肉拳狠狠地轰击在了一起 令人牙酸的气爆声响彻而起 但是下一刻 弄擦一声 奥玄珍的整条手臂 便都是生生地扭曲了起来 整条手臂的骨骼全部爆碎 断成了一节节 惨叫一声 奥玄珍的身体便猛然倒飞了出去 口中鲜血狂喷而出 一拳之下 奥玄珍竟是重伤惨败 这怎么可能 那龙魔殿中的各大事家强者 一个各皆是张大了嘴巴 奥玄珍是什么人 麒麟榜前三百名的绝顶天才 奥家年轻一代足可排进前三的天子娇子 素来狂放霸道 然而眼下 却居然被这龙魔太子给一拳打飞 在正面硬碰硬交手的情况下 直接被打碎了一条手臂 身负重伤 被一拳秒杀 简直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这魔头 未免太过凶狠了吧 这人实力这么强 就连凌晨 都是忍不住吃了一惊 奥玄珍的实力 他还是有所了解的 对方的实力不弱 特别是力量 那可是出类拔萃 即便不是他的对手 但也差不到哪里去 但是眼下 居然被这龙魔太子给一拳打成这富贵样子 这才愈发的反映出 这龙魔太子实力之恐怖 第2234章释放魔龙 一群蠢到极点的家伙 此时 那不远处的奢魔太子 嘴角掀起了一抹嘲弄之色 龙魔太子 那可是他们魔宫的绝顶天才 天生神力 资质绝伦 虽然同样都是魔宫太子 但也分三六九等 他完全不敢和龙魔太子相比 更别说 这小小一个奥家天才了 居然敢对龙魔太子出手 简直就是找死 全真兄 你没事吧 那奥无常等人 连忙上前将奥玄珍扶住 然而后者却二话不说 在极为忌惮地看了那龙魔太子一眼后 便立刻身形盘坐而下 在那里打坐疗伤了起来 看到奥玄珍这般模样 抱无常等人的一颗心 也是沉到了谷底 连奥玄珍都被这龙魔太子 一拳打得六亲不认 这大殿中的其他人 恐怕更没人会是 这龙魔太子的对手了 在一拳打飞了奥玄珍之后 龙魔太子的注意力 也是重新回到了那黑色魔柱上 他的笛声并没有中断 在他的持续吹奏之下 那从黑色魔柱内部传出的龙吼之声 也是越来越急促 高亢 所有人的脸色都是发生变化 因为他们都明白 这黑色魔柱里面的东西 怕是要出来了 轰 黑色魔柱之上 漠然喷射出了一道极为棒薄的黑色光柱 冲天而起 直冲天际 隐约之间 众人能够看到那黑色光柱之中 似有魔龙的身影 在那其中狂舞 发出滔天的立笑之声 出来了 凌晨的眼神漠然一鸣 看样子 那魔龙残魂 终是被这龙魔太子给换出来了 那龙魔太子本人 脸上更是露出欣喜若狂的神色 喜出它也只是揣测而已 没想到这魔龙的残魂 果然就在这黑色魔柱当中 光柱消散开来 那其中赫然是有着一头魔龙的虚影 缓缓地浮现了出来 魔龙通体有黑 鳞片尖锐 一双龙脚格外修长 巨大的魔童炯炯有神 两根龙虚迎风飘扬 那庞大的身躯 盘旋在这魔龙殿的半空中 粘稠的魔气 从它的鳞片和鳞片的缝隙中涌出 迅速在这大殿中弥漫开来 伴随着这魔龙出现的 还有一股相当恐怖的龙威 这股强横无比的威压落在了众人的身上 将众人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是 在见的这一道魔龙的虚影现身之后 这大殿中的众人 一个个皆是木凳口呆起来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这座魔龙殿里面 居然镇压着这么一头恐怖的生物 魔龙前辈 在见得魔龙现身之上 龙魔太子立刻就向着魔龙虚影形叩拜大礼 脸上充满着虔诚敬服的神色 魔龙的一双巨铜落在了的身上 是你这小子解放了我 正是 龙魔太子脸上露出喜色 连忙道 做得不错 魔龙那巨大的头颅微微点了点 仿佛露出了十分赞赏的神色 不过旋即 他在打亮了一番龙魔太子之后 那一双巨铜之中 光芒便是微微一鸣 接着说道 你这小子 气息与我类似 你所修炼的功法 叫做什么名字 龙魔太子道 晚辈修习的功法 叫做大自在龙魔宫 乃是一门和龙族关联甚密的功法 大自在龙魔宫 我听说过这门功法 据说 这门功法是需要龙族精血为影 而且是等级很高的龙族精血 魔龙的那一双巨铜光芒闪动 你此番前来 你应该是冲着我的本命精血来的吧 前辈说的一点没错 龙魔太子点了点头 脸上笑盈盈地道 还希望魔龙前辈 看在我辛苦将您释放出来的份上 将您的本命精血交于晚辈 晚辈以后就是魔龙前辈 您的传人 绝不会入没了您的名头 已将我释放出来 的确是大功一件 我将本命精血赐于你 本来无可厚非 魔龙画风突然一转 只可惜 我的本命精血 早已与我的残魂融合 密不可分 这本命精血 只怕是无法赐于你了 初霸 他那一道庞大的身躯 也是漠然凝食了起来 听的这话 凌晨的脑海中 龙铃的声音响了起来 这魔龙果然狡诈 他恐怕是料定了 会有人来寻他的本命精血 所以才早早地将本命精血 和自己的残魂融合起来 这样一来 别人想要吸收他的本命精血 那就必须连带着这道残魂一同吸收 且不说这是很难办得到的事情 就算是有人这么做 也有很大的概率 会被这魔龙夺舍 反客为主 到时候反而便宜了这家伙 凌晨忍不住暗暗摇了摇头 果然是魔龙 想法中处处透露着险恶 包藏祸心 只是 这魔宫的人 怕也不是省油的灯吧 原来是这样 那就没办法了 龙魔太子的脸上 浮现出了一抹十分遗憾的神色 但是下一刻 他的嘴角 却是漠然掀起了一抹十分阴冷的弧度 略显得森然的声音 从其口中传了出来 只能采取下策 让魔龙前辈委屈一下了 这般阴阳怪气的声音落下了刹那 那魔龙的一双巨铜也是猛然一缩 那视线映射当中 龙魔太子却已是突然出手 只见得他的手中 不知何时竟是多出了一条魔器森森的黑色绳索 在龙魔太子将神力注入其中后 便宛如活过来了一般 陡然在半空中飞速蠕动 延伸变成了足足千丈之长 瞬间将魔龙的庞大身躯给笼罩在内 黑色绳索猛然收缩 便将魔龙的庞大身躯 给陡然捆服而住 小子 你这是干什么 魔龙的巨大瞳孔闪烁不止 就算是狡诈如他 都是没有料到 这龙魔太子居然会突然动手 如此干脆地将他给置住 嘿嘿 魔龙前辈 你的精血对我很有用 既然你不愿意主动交出 那我只好将你先擒住 带回魔宫再慢慢研究了 龙魔太子咧嘴一笑道 他早有预料 这魔龙肯定不会乖乖地交出本命精血 但是不要紧 只要他将魔龙给擒回魔宫 到了魔宫之中 高手如云 魔头繁多 到时候还怕没有办法将魔龙精血给抽离出来 第2235章交易 小子 你以为靠这根破烂绳索便真能困住本座 魔龙的一双巨同中阴芒闪烁 速速放开绳索 否则 你的功劳可就变成罪过了 而且后果很严重 呵呵 魔龙前辈 你就别打肿脸充胖子了 你若是巅峰时期 晚辈自然不敢动你一根汗毛 但是现在 你只剩下一缕残魂 实力不足百分之一 剩下的几斤几两 我清楚得很 龙魔太子根本没把魔龙的话听进去 反而脸上浮现出了一抹讥讽之意 这绳索乃是我魔宫之宝 魔云六合索 魔龙前辈 凭你这一缕残魂 根本不可能争得开 别妄想了 是吗 魔龙冷笑了一声 眼中的寒芒却是猛然蹦逝而出 那你也太小看本作了 话音落下 魔龙的体内 也是陡然释放出一股极为强横的波动 仿佛火山喷发一般 粘稠无比的魔器 从他的体内悍然席卷而出 冲击在他体表的绳索上面 痴痴痴 魔龙体内的魔器 十分霸道 而且仿佛带着一种极为剧烈的腐蚀性质 腐蚀在了那绳索上面 但是这魔云六合索 却是丝毫不受影响 无论这魔器如何腐蚀 却是伸缩自如 始终将魔龙的身体给牢牢束缚住 魔龙前辈 我说过 挣扎是没用的 何必再徒劳 龙魔太子摇了摇头 脸上依旧挂着笑容 没有丝毫的惊慌之意 混账 魔龙的眼中寒芒几乎要蹦逝而出 恐怖的微压席卷而开 他体表的鳞片几乎是全部倒竖了起来 然后来回快速蠕动 狠狠地切割在了那黑色绳索上面 这一次 黑色绳索在这般持续地灵力切割之下 终于是有些支撑不住的迹象 出现了一丝丝的裂痕 什么龙魔太子脸上的笑容陡然凝固 陡然被一抹金色取代 旋即他连忙催动真气 操控那一道魔云六合索 试图将魔龙给重新镇压回去 但是 魔龙的力量超出了想象 龙魔太子眼看着就要镇压不住 这时候 他连忙咬破自己的手指 然后大喝一声 血魔封印 鲜血从龙魔太子的指尖 源源不断递挤了出来 然后凝聚成了一座血阵 陡然和那魔云六合索相容 形成了封印血阵 将魔龙释放出来的滔天威压 给压制了下去 但是镇压魔龙 也给了龙魔太子极大的负担 这才没多久 他的脸上已经浮现出了一抹苍白之意 但是旋即他便加大了力道 死死地将魔龙给镇压住 该你出手了 就在这时候 龙铃的声音 也是漠然在凌晨的脑海中响彻了起来 现在 凌晨愣了愣 旋即眉头微微一皱 现在我就算是释放了魔龙 恐怕依旧的不到他的本命精血 倒不如等这龙魔太子彻底将魔龙镇压之后 那时再出手争夺 魔龙已将精血和自身的残魂紧密相容在一起 为的就是保留自己的本命精血 图谋东山再起 现在就算是自己救了他 也不见得对方会感恩待的 把本命精血交给他 以答应他 将他的这一缕残魂和精血一同吸收进身体 这个时候 他一定会同意 龙铃淡淡地道 什么 将残魂和精血一同吸纳 凌晨眼中陡然浮现出震惊之色 那岂不是给了他夺射的机会 这魔龙残魂可不是闹着玩的 一旦进入他的身体 恐怕立刻就会作祟 想要夺取他身体的支配权 可不能因为想要得到魔龙精血 就将自己陷于这般凶险的境地 这不是由我妈 龙铃翻了一个白眼 你若是信我的话 那赶紧照办 要不然 你就没机会了 听得这话 凌晨也是忍不住沉吟了起来 随即方才咬了咬牙 目光将那半空中的龙魔太子给锁定 想来龙铃不会坑他 听了 一念及此 凌晨的身形便漠然一闪 消失在了原地 再度出现时 已是现身在了龙魔太子的身后 当头一剑 便是斩向了龙魔太子的后颈 龙魔太子正在全力镇压魔龙 没料想居然还有人胆敢出手偷袭 不过他的反应不慢 就在感应到危险的刹那 他便立刻撒手 放弃了镇压魔龙 身体猛然向后抱退而去 臭小子 你想找死 避开了凌晨的灵力一剑 龙魔太子的眼神漠然一沉 吼 然而 就在他撤去了对魔龙的镇压后 后者也是再度剧烈地挣扎起来 口中发出震天动地般的吼声 试图挣脱这魔云六合索的束缚 扑痴 在魔龙这般猛烈地挣扎下 魔云六合索终于是断裂了一圈 看杨子 有迹象被挣脱开来一般 该死 全部给我动起来 封锁住周围 不能让这头魔龙跑了 龙魔太子眼瞳一缩 连忙吩咐手底下的魔宫强者行动起来 他非尽心私赶来此地 就是为了要得到魔龙的精血 如今肉已经几乎要吃到嘴里 岂能让到嘴边的肉飞了 是 暴无常和纳念老等人 立刻便分散开来 在这魔龙殿的周围布置下了铁筒阵势 进行拦截 原来他们是为了得到魔龙的精血 魔龙精血 那可是绝世宝物啊 大殿内的其他世家强者 一个个也都是眼神闪烁 目光中透露出一丝丝贪婪之意 魔龙的精血 虽然对他们而言极难练化 但是不要紧 他们的背后都有家族势力 魔龙精血只要拿到手 不愁没办法用 魔龙的一双巨铜光芒闪烁不已 有些阴沉 他何尝看不出来 这里的所有人都对他虎视眈眈 而让他心中更是一尘的是 他这一道残魂所剩下的力量不多了 就算勉强能够挣脱这魔云六合索 恐怕也逃不出这魔龙殿 就在魔龙心思深沉 正思考着脱身之策的时候 突然间 一道略带着淡笑的声音 却是传了过来 魔龙前辈 不知有没有兴趣和在下做个交易 嗯 魔龙愣了愣 旋即便立即循着声音望去 只见得不远处 赫然是之前那名对龙魔太子出手的凌晨 正对着他友好一笑 脸上露出一抹十分灿烂的笑容 第2236章西纳魔龙 什么交易 魔龙的双眼眯了起来 冷冷地道 能给你带来生路的交易 凌晨脸上依旧是挂着淡淡的笑容 玄机眼神一鸣 说道 这龙魔殿内 如今已是铜墙铁壁 你想要逃出生天 已几乎没有可能 与其被魔宫擒住 最后被抽离精血 灭杀残魂 倒不如考虑选择在下 怎么 你这小子 对我的本命精血也有兴趣 魔龙的眼瞳闪动 那你和他们有何区别 我可以将你的残魂和精血一同吸纳入体 你觉得如何 凌晨淡淡地道 哦 你确定 魔龙的脸色骤然一变 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喜色 感情碰到个愣头青了 这小子居然愿意吸纳他的残魂 那他岂有不答应之理 那是当然 凌晨点了点头 不过你的加快点速度了 否则 我也帮不了你 魔龙的目光一阵闪烁 虽说他有点怀疑 凌晨是不是想使什么诈 但是区区一个神功镜的小子 能在他的手上掀起多大的风浪 多半是此人想要力量想疯了 根本不考虑后果 不过这样才好 不是正好合他的意 说吧 他也是作然将力量爆发到极致 将身上的魔云六合所给挣脱开来 然后那庞大的身体默然一卷 便膝带着滔天威势 狠狠地向着凌晨席卷而来 凌晨眼神一领 虽然心中略有些不安 但还是彻底放开了防御 任由这魔龙席卷而来 涌进了自己的身体当中 这小子在干什么 他疯了吗 将这一幕看在眼里 那不远处的圣魔太子也是愣了愣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凌晨居然会敞开身体 将这魔龙的残魂给吸纳进身体当中去 那不是找死吗 的确是疯了 胆敢将魔龙残魂吸入体内 他一定会被魔龙夺舍 死得很惨 龙魔太子目光阴沉地望着凌晨 语气森冷地道 吼 在魔龙残魂入体的刹那 凌晨的口中 也是漠然发出一道不似人声的吼叫 只见得凌晨的身体之中 磅驳无匹的魔气 从他身体的每个毛孔之中排泄出来 身体表面 魔气结凝 仿佛凝聚成了一块块黑色鳞片 迅速就遍布了凌晨的全身 凌晨的身体 俨然是有着魔龙化的趋向 不知天高地厚 简直是找死 另一侧 那奥玄真也是冷笑一声 看向凌晨的眼中充满着讥讽之意 连魔龙残魂都敢吸纳进身体 也不怕把自己撑死 他本以为 凌晨勉强算能做他的对手 现在看来 是他高看凌晨了 这小子 太过愚蠢 也不掂量清楚自己的分量 就敢做出这种事情 不是自寻死路是什么 龙魔兄 要不要现在出手 此时 那什么太子脸上浮现出一抹阴冷的笑容 对着旁边的龙魔太子说道 不用 这小子马上就会遭遇夺舍 自生自灭 用不着我们出手 龙魔太子摆了摆手 一副已经料定结局的模样 他要等魔龙和凌晨先消耗消耗 等到魔龙夺舍凌晨之后 必然是两败俱伤 强弩之末 到那时候 他再出手 无非吹灰之力即可的手 不好 凌晨危险了 此时 蓝云等人 也是一脸担忧地望着凌晨 他们不知道凌晨是怎么想的 居然敢把魔龙残魂吸入身体当中 这不是等于将自己送到魔龙的嘴里吗 此时 凌晨的脑海当中 早已是天翻地覆 在魔龙精血渗透进凌晨身体的同时 魔龙残魂疯狂肆虐 已是破进了凌晨的神功之前 嘿嘿 小子 本作的精血可不是那么好的的 既然把我弄进来了 那想必你应该做好了被本作夺舍的心理准备了吧 魔龙发出一声诡诈的小声 俨然一副已经将凌晨视为视盘中餐的模样 虽说凌晨修为视弱了点 但身体强度还算可以 在吸纳了他的魔龙之血后 居然没有直接崩溃 这就足够了 只要夺舍掉凌晨 日后以他魔龙的广大神通 要修炼回真神境 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魔龙前辈 我只是说愿意让你的残魂忌宿 可没说愿意让你夺舍 凌晨的身影 在神宫之前缓缓地浮现了出来 淡淡地道 呵呵 是妈 魔龙的那一双剧瞳中 涌现出了一抹信念之意 旋即眼神陡然一变 立色道 只可惜 现在这些已经由不得你了 小子 乖乖把你的身体奉献给本作吧 话音落下 魔龙便默然发出一道尖锐的小声 然后他这庞大的身躯 便隔空一卷 向着凌晨的神宫悍然席卷了过去 只要占据了凌晨的神宫 便能够夺取凌晨这具身体的主导权了 面对着魔龙庞大的身躯席卷而至 凌晨的脸色 骚然凝重了起来 他体内真气释放而出 将不败龙神剑法给施展了开来 他的身影 逐渐地消散 取而代之的 是一头迅速演化出来的巨大青龙 嗯 见得凌晨幻化而成的青龙 魔龙的眼瞳中也是浮现出了一抹一色 这小子 居然也修炼了什么高等级的龙族武学 要不然 绝不可能模拟出一头如此有模有样的青龙出来 可惜 这半吊子的龙族武学 怎么可能和他这头真正的龙族相抗衡 根本没有将凌晨给放在眼里 魔龙的身体便悍然冲了出去 横冲直撞 那锐利无比的黑色龙爪 向着凌晨所幻化的青龙狠狠地挂来 欲要将凌晨给撕成粉碎 不过凌晨所化的青龙 并未有任何的迟疑 便迎了上去 和黑龙进行面对面的硬汉 砰 双龙碰撞 璀璨的青色光芒和黑色魔器轰然碰撞 激发出滔天涟漪出来 但是这般轰撞的结果 却是青龙的身影被生生震退 倒腿出了数百米远 小子 何必垂死挣扎 不如痛痛快快地让本座夺舍吧 魔龙发出肆无忌惮的大笑 凌晨所化的青龙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夺舍凌晨 看来只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说吧 他的身躯在动 趁着这次机会 他要将凌晨一举夺舍 第2237章算计 龙灵 灵晨面色一变 他可挡不住这头魔龙如此凶狠的攻势 若不是先前龙灵说答应帮忙的话 他是绝不可能将魔龙残魂这么危险的东西给吸纳进身体的 昂 就在这刹那间 突然间 从魔龙的背后 一道龙吟声响撤起来 紧接着 一头白龙陡然现身 突然袭向了魔龙的背后 向着魔龙喷出了一口冰寒到极点的龙袭 什么 魔龙大吃了一惊 显然怎么也没想到 居然会突然冒出来一头白龙 而且这头白龙的气息 异常必纯正 远不是凌晨幻化的半吊子青龙能够相提并论的 见得龙灵出现 凌晨也是松了一口气 当即便立刻重整旗鼓 将自身气势催动到顶点 再度施展出不败龙神剑法 和龙灵形成两面夹击 砰 首尾不能相顾 魔龙挡住了白龙的袭击 却没能挡住凌晨的攻势 顿时腹部的位置被直接撕裂了一大片 力量损失惨重 你也是龙族 魔龙吃了一个大亏 阴晨的目光 顿时扫向了龙灵 大家都是龙族 你居然帮助一个人类 不 言得意义上说 你已经不是龙族成员了 因为你早就被逐出龙族了 龙灵的语气中不带丝毫感情 冷漠地道 以帮助这小子 应该也是看上了他这具肉身吧 魔龙的双目闪烁不止 这样 你把这具肉身先让给我 之后我再帮你寻一具更好的身体 让你夺舍 如何 谁告诉你说 我要夺舍人类了 龙灵冷冷一笑 我是纯正的龙族 可不会堕落得和你一般 去占用人类的身体 苟延残喘 那你难道还想恢复龙族之躯不成 魔龙审笑了一声 你别开玩笑了 就凭你现在这副模样 还想要恢复龙族之躯 简直是痴心妄想 当然 你若是非要固执己见 也还是有那么一丝丝可能的 这样 你帮助我把这小子夺舍了 我以后再慢慢帮你恢复龙族之躯 你看如何 倒不是不可以 龙灵轻轻地针了针手 让得不远处的凌晨心中默然收紧 但是随即他便抬起头 只可惜 比起你来 我更愿意相信那小子 至少 他应该比你可靠 总之 你还是消失吧 这具身体 容不下你 听得这话 凌晨这才总算是完全放下了心来 他的眼神中浮现出了一抹灵力之意 而这个时候龙灵也是看向了他 两人的眼中 皆是不约而同地露出了一抹杀意 达成了默契 魔龙必须死 嗖嗖 凌晨和龙灵几乎同时一动 凌厉攻势 携带着滔天杀意 几乎同时向着魔龙悍然席卷而去 在两人这般夹急之下 魔龙的身体 顿时被生生地轰的变形 承受了重创 细细立马就萎靡了不少 该死 魔龙面色难看到了极点 眼看着就要被消灭 顿时色力内人逼吼道 快快助手 我服软了 是我的错 居然想要夺舍你 现在我已经知道错了 希望你高抬贵手 不要计较 劝不动龙灵 魔龙又开始做凌晨的思想工作 说话犹如连猪炮一般 连忙接着说道 小子 你得到了我的本命精血 就是我的传人 本座看你一身正戏 绝不会做过河拆桥的事情 你就和这头白龙一样 把我供养起来吧 我发誓绝对不会再起邪念 只需要你以后为我找一具夺舍的肉身 我就心满意足了 不 魔龙前辈当真愿意安分 凌晨眉毛一挑 似乎有了些兴趣 当然当然 魔龙见凌晨上钩 表现得异常兴奋 我都已经沦落成这副模样的 还能再掀起什么风浪来 你放心 我今后绝对不再作祟 甚至会时常帮助你 为你出谋划策 助你渡过难关 逢凶化吉 嘴上这么说 魔龙的心中 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想法 他堂堂魔龙 时辰冬遇的时候 凌晨还没出生呢 要让他沉浮于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子 这怎么可能 一旦等他恢复元气 找到机会 他就会毫不犹豫 立刻将凌晨夺舍 龙凌促起了柳眉 凌晨 魔龙的话不可信 不一定吧 凌晨却摇了摇头 丝毫听不进去 你们都是龙族 为什么我可以信你 就不能信魔龙前辈 况且日后有你们双龙相助 我的修炼速度岂不是更快 以后顺风顺水 称霸冬遇年轻一代 恐怕都不是什么难事 对对对 你怎么能只信他一个人的 俗话说 偏听则暗 兼听则明啊 你能这么想就太好了 魔龙连忙点头 心中确实了开了花 年轻人就是年轻人 跟他这头纵横冬遇 身经百战的魔龙斗 还是太嫩了 就这点智商 还想要称霸冬遇年轻一代 这种事情还是交给本座吧 等本座接收了你这具身体 一定会达成这个目标 心中对于凌晨的轻视达到了顶点 魔龙放松了警惕 而就在这时候 突然间 凌晨和龙凌确实身形 几乎同时暴虑而出 打出了仿佛酝酿已久的攻势 向着魔龙猛然袭击而去 你们做什么 啊 猝不及防之间 魔龙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已经被凌晨和龙凌二人偷袭的手 整具身体 断裂成了好几节 顿时分崩离析了开来 小子 你不是答应了本座吗 怎能出尔反尔 魔龙愤怒到了极点 有种被人戏耍的感觉 从来都只有他算计别人 没想到这次居然被凌晨 这个乳秀未干的小子给算计了 让他如何能够甘心 与虎谋皮 蠢人之举 凌晨脸上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 我还不会蠢到相信一头魔龙所说的话 正如龙凌杰所说的那样 你还是消失吧 这具身体 容不下你 说吧 他的眼神也是陡然犀利了起来 然后手中的飘雪剑默然斩出 不 魔龙发出歇底斯里般的吼声 但是他的残魂 却是在凌晨的剑芒之下 愈来愈败退浓缩 扑的一声将魔龙紧剩的最后一尾残魂斩灭 魔龙的残魂 自此彻底地消散了开来 第2238章迎战 总算是解决掉了 凌晨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浊气 这头魔龙还真不好应付 看上去似乎十分轻松 但其实凶险重重 若是一个不小心 将这头魔龙给逼急了 对方选择在他身体内自爆 那就麻烦了 只怕到时候 他们都将同归于尽 死无葬身之地 松了一口气后 凌晨也是笑着望向了不远处的龙灵 道 戏演得不错 看来咱们还是挺有默契的 假装演戏答应魔龙 是凌晨临时想出来的 他一开始还怕龙灵会配合不到位 没想到对方还演得有模有样的 真就把魔龙给骗过去了 雕虫小记 龙灵有些不置可否地道 嘿嘿 可就是这雕虫小记 却顺利地把魔龙给解决了 要不然 还不知道需要费上多少力 凌晨摇了摇头 有的时候 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 就是得需要用点脑子 往往会有奇效 对了 你刚才叫我什么 突然间 龙灵抬起头 看着凌晨 目光如炬 呃 凌晨眼珠子转了一圈 玄机有些迟疑地回答道 龙灵 姐 谁让你擅自这么叫的 龙灵的语气中感觉不到情感波动 但是却让凌晨有些头皮发麻 不过他的下一句话 确实顿时让凌晨如释重负 我的年纪 按你们人类的年龄算 怕都当你的奶奶 都绰绰有余了 那我改口叫龙奶奶 凌晨略有些试探地问道 你想死 龙灵目光陡然冰冷了起来 就叫龙灵姐吧 这龙族的年龄 怎么能够和人族混为一谈 像龙灵姐这么年轻 我叫你姐姐 那都是显老了 凌晨打了个哈哈 连忙说道 随你的便 龙灵只是瞥了凌晨一眼 并未多言 便消失在了凌晨的眼前 只留下一道声音 在脑海中飘荡着 你还是好好想想 怎么应付外面的那些人吧 听得这话 凌晨眼神微微一宁 却是并未太放在心上 嘴角掀起了一抹弧度 如今的他 已是将魔龙之血吸入身体 现在全身上下都充满着能量 外面的人就算再多 有何惧灾 外界 那一道道目光 皆是聚焦在了凌晨的身上 望着凌晨陷入了剧烈的挣扎之中 只有蓝云一行人脸色担忧 其他人 却是一个个都幸灾了祸 并且剑拔弩张 已经做好准备 只等魔龙夺舍完成 他们就立刻出手 进行抢夺 只是时间过去了大半个时辰 却依旧还没有结果 未免让他们有些焦躁难耐 突然间 凌晨的身体停止了挣扎 陷入了瓶颈当中 让得那龙魔太子和奥玄珍等人 皆是神色一动 难道说 魔龙的夺舍已经完成了 准备动手 龙魔太子眼神微微动容 体内的真气 已经悄然提了起来 这个时候 刷的一声 凌晨的一双眼睛 漠然恢复了清明 那双眼当中 却是并无任何魔器波动 保持着理智和纯净 怎么回事 难道他没被夺舍 见到这一幕 那神魔太子也是脸色一变 吃了一惊 不可能 魔龙就算只剩一缕残魂 要夺舍一个神功镜的小子 那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怎么可能会失败 龙魔太子摇了摇头 一脸的不幸 凌晨绝对已经被夺舍了 只是夺舍的手法太高明 导致他们没看出来 要知道就算是他 若是被这魔龙残魂侵入身体 最后怕都逃不过被夺舍的下场 更不要输凌晨了 魔龙殿内的另一处 蓝云望着凌晨的背影 脸色微微一沉 不过随后还是开口问道 你究竟是魔龙还是凌晨 他现在已经分辨不出 眼前这人究竟是魔龙 还是凌晨 虽说他感觉凌晨的气息 没有太大变化 但是他依旧不敢断定 毕竟刚才魔龙涌入 凌晨身体的那一幕太过震撼 他算是看在眼里 凌晨想要守住神功 几乎不可能 你说呢 队长凌晨的嘴角 缓缓地掀起了一抹弧度 魔龙已经魂飞魄散了 什么 这话一出 不仅是蓝云大吃了一惊 龙魔太子等人 也是脸上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 魔龙已经魂飞魄散了 这怎么可能 别开玩笑了 龙魔太子的眼神阴翼 冷声道 你一定是魔龙吧 故意伪装成这小子 想要让我们麻痹大意 然后刺激动手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的诡计 信不信有你 凌晨脸色淡然 却并没有打算解释 而是望着这龙魔太子 淡淡地道 不过不论我有没有被魔龙夺舍 阁下应该都不会安分吧 那是自然 龙魔太子眼中寒芒一闪 眼中有着杀意涌荡出来 魔龙精血 只有我能够得到 其他人胆敢染指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有本事就来取 凌晨面无表情 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 不知死活 不远处 奥玄真将凌晨的表现 看在眼里 却是冷笑连连 凌晨根本就不知道 这龙魔太子的实力 究竟有多恐怖 才会如此大言不惭 他刚才被龙魔太子 一拳打的是七婚八素 精心直冒 后者的实力 比他强出太多 凌晨想要和此人匹敌 那是痴人说梦 呵呵 看来得到了魔龙精血 让你的信心也跟着提升了不少啊 那龙魔太子的眼中 泛起了些许的讥讽之意 而后目光陡然一寒 那此番便连着你的命 也一块取走吧 说吧 他便手指凌空一点 旋即天地间能量暴动 一道约莫百丈庞大的魔器光红 陡然自指间暴射而出 那种神力的磅驳程度 看得蓝云等人面色都是忍不住地为变 这龙魔太子的实力等级 似乎是远超这里的所有人 砰 然而 凌晨望着那暴略而来的魔器光红 却是没有丝毫必让的迹象 而是就在原地一动不动 任由这魔器光红抱射而来 然后以一种十分惊人的态势 狠狠地射在了他的身体上面 第2239章龙首式魔枪 咚 仿佛是有着低沉的让人头皮发麻的声音 在这天空之上传开 只见得那一道魔器光红 以一种异常猛烈的态势 射中了凌晨胸膛的位置 然而在凌晨胸口位置 却是突然浮现出了一层厚重的黑色鳞片 刚好将胸口的位置覆盖 而那一道看似磅驳的魔器光红 竟是被生生地轰暴而去 暴成了漫天光点 凌晨竟然光凭借肉体 就挡住了龙魔太子的凶悍一击 无数人看得一惊 此时的凌晨 太过凶悍 怎么可能 鲍玄真的眼珠子险些掉了出来 龙魔太子这一击有多凶悍 他自然能够看得出来 若是落在他的身上 免不了要皮开肉占一番 但是眼下落在凌晨身上 却竟是连后者一根汗毛都没伤到 站着不动就挡了下来 魔龙金血 竟如此恐怖 龙魔太子的眼瞳默然一缩 他可不认为 凭借凌晨本身的能力 能够挡下他这一记公事 方才的那一层黑色鳞片 定然是那魔龙金血的功劳 虽说凌晨还没有将魔龙金血炼化 但是这魔龙金血在凌晨的体内 确实会自动护主 释放威力 帮助凌晨抵御伤害 可恶 龙魔太子的心中妒忌到了极点 这魔龙金血落在凌晨身上 简直就是抱舔天物 浪费宝物 若是他得到了魔龙金血 那威力简直不敢想象 到时候称霸魔宫年轻一代 秒杀一众魔宫太子 恐怕都是翻手之间的义士 刷然而并未让他思考太久 在那漫天光点中 凌晨的身形已是如闪电般急射而出 下一刹那 已是出现在了那龙魔太子的上方 而后一拳横扫而下 找死意龙魔太子死即的眼中掠过寒光 无知陡然紧握 一拳轰出 释放出滔天煞气 磅驳浩瀚的神力 那般波动 就连奥玄珍他们眼皮都是跳了一下 龙魔破军 龙魔太子大喝一声 一拳狠狠地扫向凌晨 拳风之中 隐约有着魔龙咆哮 驰骋而出 喷 沉闷的声音响彻而起 只见得在全境接触的刹那 凌晨的拳风之处 黑色的魔灵陡然涌现而出 将他的拳头包裹覆盖 和龙魔太子的拳头轰然碰撞 顿时间 龙魔太子脚下的地面 寸寸崩裂 然后那种破碎 便是犹如波浪一般扩散而开 迅速犹如珠网般 遍布整片地面 那奥玄珍和圣魔太子等人 见得这般席卷而开的风暴 顿时一个个向后飘退 唯恐被这强大的冲击波及进去 这样就想挡住我这一拳 你也太小看魔龙惊喜的力量了吧 凌晨一声冷笑 那拳风之处 漠然有着滔天的黑色光芒席卷而开 那穷中所夹杂的凶煞之意 犹如黑云 滚滚而开 害人至极 黑云翻涌 那缠绕在龙魔太子拳头之处的魔龙之影 竟是被生生地角碎震散 龙魔太子眼神唯唯一领 感受着那股疯狂涌来的凶煞 这股力量实在过于狂暴 一经接触 便是无孔不入地侵蚀进入他的体内 令得他体内神力都是震荡了起来 好霸道的魔龙之血 龙魔太子眼中泛起了一抹金色 这魔龙金血才刚刚进入凌晨的身体 后者还尚未能将这些金血炼化 便能够释放出如此可怕的威能 令得他体内的神力震荡不已 不愧是魔龙这尊真神尽强者的本命金血 果然非凡 华 他袖袍一挥 借助着这股推力 身形犹如一阵黑烟 迅速暴退 试图暂时避开凌晨的锋芒 然而凌晨怎会给他这种机会 手中不知何时已是多出了一柄长剑 瞬间追上了龙魔太子 然后飘雪剑便是狠狠地扫在了其身体之上 砰 低沉之声响彻耳其 然后这魔龙殿内便响起了接连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 因为那飘雪剑横扫过楚 龙魔太子的身形直接狼狈地倒射了出去 他的双脚在地面上画出两道异常深恶看的痕迹 如此倒退了足足数百米远 然后脚掌重重一跺地面 崩裂大地 方才强行将身体给停了下来 吻下身体的龙魔太子 周身神力动荡 衣衫也是破碎了下来 嘴角仿佛是出现了一抹细微的血迹 此时的凌晨 已俨然不再是一介普通的人类之躯 而是一头人形暴龙身体内拥有着魔龙的恐怖力量 每一招每一世的交手都凶狠无比 蕴含着无穷力道 龙魔太子固然实力高超肉身强悍 但是他和现在的凌晨硬碰硬 仍然免不了落入下风的结局 此刻那不远处的蓝云等人 也是唯唯张嘴 眼中满是震动之色 想来料都没料到这番交锋 居然会是凌晨稍稍占据了一点上风 龙魔太子 魔龙之血的力量 可还让你满意 烟尘之中 凌晨手持飘雪剑 凌空而立 淡然的目光 却是指示着对面的龙魔太子 呵呵 龙魔太子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旋即有着略显森然的笑声传出 他缓缓抬起头来 那眼中泛起了一道道的波动 你莫非真以为 凭借这点侥幸所得的外来力量 便能够在我面前嚣张不成 如此 你未免太天真了 龙魔太子眼神陡然阴逸 玄机猛然一握 只见得黑光凝聚 一柄黑色魔枪 便在其手中现行了出来 这一柄黑色魔枪 通体布满着黑色的鳞片 闪烁着十分幽暗的光泽 在那枪头处 则是赫然有着一颗龙手 龙手张开大嘴 露出森森的獠牙 形成枪尖 仿佛能够撕裂天地 是咬苍穹 那是 龙手是魔枪 圣魔太子的眼神默然一变 眼中浮现出了一抹金色 龙魔太子手中的这一杆黑色魔枪 乃是一杆五星天神器 非同小可 珍惜无比 威力巨大 龙魔太子手持黑色魔枪 那一煞 他的气势 也是层层暴涨 犹如魔龙突破束缚 出现在了这片天地 欲要吞噬猪天 能够逼我动用龙手是魔枪 今日哪怕是你战死此处 也足以自傲了 龙魔太子的目光盯着凌晨 声音冰冷地道 只怕你还办不到 凌晨此时此刻 已经完全跟换了一个人一样 似乎是因为吞噬了 魔龙之血的缘故 整个人的气质 都显得有些妖异霸道起来 在话音落下的刹那 他的身体便陡然暴掠而起 撕裂长空 直接出现在了龙魔太子的上方 然后手中的飘雪剑 狠狠地斩下 这一剑斩下 连带着一道惊人的阴影 对着龙魔太子笼罩而下 第2240章手段进出 龙魔太子抬起头 望着凌晨悍然斩下的剑芒 手掌猛然紧握摩枪 脚掌一踏 身体静视暴冲而起 刷龙魔太子脚踏虚空 一枪暴刺而出 枪芒席卷 犹如魔龙咆哮 毫不退缩地重重点在那剑芒之上 当清脆的金铁之声响彻而起 热眼可见的波纹从天空上扩散 不过这一次龙魔太子倒在位 如同先前那般狼狈 只是脚尖连点虚空 便是将那股可怕的力量化解而去 它那双目望向凌晨 激凤的声音 传荡而开 凭借着魔龙之血的力量 你也就这种程度而已 若是我没料错的话 这魔龙之血你只是粗放地吸进体内 现在短时间内固然没什么异常 但是时间一长 就会出现排异现象 到时候 我倒看看你还如何张狂 然而对于这话 凌晨却是面无表情 一步跨出 整条右臂 都是瞬间魔龙化 手中飘雪剑再度斩下 犹如泰山压顶 天剑降临 剑压之下 空间都是呈现出了一些扭曲之感 千丈之内的空气尽数地爆炸 仿佛真空地带 魔龙天使 龙魔太子手中的魔枪陡然一阵 滔天黑芒席卷 旋即直接是自龙魔太子手中脱手而出 龙笑之中 黑光绽放 竟然直接是在那天空上化为了一条蜿蜒盘距 足足数千丈庞大的魔龙 魔龙盘距 仿佛遮掩了天地 吼 魔龙咆哮 百丈龙爪抱叹而出 竟是抓住了那呼啸而下的剑芒 巨大的龙尾也是 携带着可怕的力量 狠狠地甩向凌晨挥斩而下的巨大剑芒 砰 砰 魔龙和剑芒在天空中悍然碰撞 那等可怕的力量波动 犹如是将空间崩碎 可怕至极 虽说凌晨的飘雪剑威能自然是比不上龙魔太子的龙手式魔枪 但是由于凌晨如今有魔龙之血的力量加持 使得凌晨即便是在武器上存在着些许的劣势 但是却足能够靠力量来弥补不足 无数强者都是仰头望着这魔龙殿内的这般惊天动地的战斗 眼中充满着惊叹之意 这种战斗级别 已经远超他们之上 本以为这龙魔太子一拳打飞了奥旋针 在场已无人可以匹敌 没想到凌晨出手 居然可以和龙魔太子分庭抗礼 而且 随着战况的激化 众人甚至发现 这般激战 倒是龙魔太子的龙手式魔枪逐渐地落入了下风 然而面对着这般劣势 龙魔太子却并不慌张 反而是咧嘴冷笑 拼了这么多招 魔龙之血 似乎也该开始排异了吧 李叔的排异现象 的确存在 凌晨眉毛一挑 旋即嘴角掀起了一抹弧度 不过 在那之前 将你镇压不就成了麻 话音落下的刹那 凌晨的眼中陡然闪过一抹灵力之色 他的身影 漠然闪动 全身气势勃发 宛如一头神龙降临 从上而下 向着龙魔太子发动强势攻击 不败龙神剑法 遨游太虚 凌晨一剑挥出 青龙乍现 从天而降 强大的龙威铺天盖地地镇压而下 这魔龙殿内的粘稠魔器 都是在此时逃散开来 眼瞳陡然一锁 龙魔太子猛然双臂握枪 然后将神力源源不绝地 注入到了这一杆魔枪当中 顿时间在他的周身 凝聚出了一道护照 将他的身体给笼罩在内 砰 青龙笼罩而下 狠狠地轰击在了那一道护照上面 仿佛令得整座魔龙殿陷入了战斗之中 而那一道护照的光芒 则是急速暗淡了下来 眼看着就要支离破碎 龙魔太子全力支撑着护照 但是他的脸色却显得有些苍白 苦苦支撑 他怎么也没想到 凌晨的攻势居然能够强到这种程度 就连他都有些吃不消 给我破 然而凌晨脸上却并无波澜 随即眼中寒芒再度闪动 青龙漠然张开大嘴 撕咬在了那护照上面 生生地将护照给撕裂了开来 不好 龙魔太子根本来不及躲闪 身体就被青龙扫中 然后整个人都被这等恐怖的青龙攻势给吞没在内 大殿中的众人只看到龙魔太子的身形被吞没 便看不到接下来的场景了 只感觉眼前完全被青色光芒充斥 短暂地陷入了失明当中 不过等他们双眼恢复清明的时候 却见得龙魔太子的身体 已经是出现在了这魔龙殿另一侧的墙壁上 他的身体似乎是狠狠地砸在了墙壁上面 将墙壁给生生地砸出了一个大坑出来 列文弥补 而龙魔太子的身体 则是被嵌在了墙缝之中 全身血淋淋的 看上去模样十分凄惨 咕咚 看到这一幕 大殿内的众人 也是忍不住吞了一口唾沫 这龙魔太子之前还不可一世 气焰无比嚣张 藐视所有人 而眼下居然落到了这部田地 完全是惨败 让他们有种做梦一般的感觉 他们的目光 随后皆是一到了凌晨的身后 眼睛逐渐眯了起来 眼前的这个家伙 虽说是因为得到了魔龙之血 而实力飙升 但是这飙升的幅度 未免也太大了点吧 滴答 滴答 一滴滴鲜血 从龙魔太子的身上躺落而下 滴落在了地上 而这个时候 他的身体 也是从那墙壁中缓缓脱离了出来 降落在了地上 很好啊 小子 居然把我伤成这个样子 龙魔太子抬起头 那略有些星红的目光 却是将凌晨给死死地盯着 我龙魔太子 还是第一次被人打成这副模样 这魔龙之血你尚未炼化 就能发挥出如此威力 若是被你完全炼化 恐怕到时候 我就只有被你秒杀的份了 从凌晨的身上 他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威胁 现在的凌晨 还只有神功进六重天的修为 居然就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若是再给凌晨一两年时间 背后者突破到虚神境 这冬玉年轻一代 还有谁能够与他抗衡 只可惜 纵然你在前途无限 今天也要陨落在这这里 死在我的手上 龙魔太子的声音中 俨然是带着无尽的猙獰和森然